只要你没有拿到小范围的时候 你都可以有时间去看大范围 大范围的目的是干什么 一会儿我在说 小范围的目的是干什么 我在说 拿到这个预测的时候 你看PDF版本 如果你用电脑看 看到我箭头吗 在左边左上这个地方 在晃这个小手术的位置啊 这有一个标签 你打开 下拉菜单 它会有section1 section2和section3 section4 你打开加号 这里面会出现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的这种版本号 就相当于是目录啊 比如说这个V就代表的是version 06就代表06年啊 这样 这样往下来 比如说会有10开头的 11开头的 这样12开头 13开头的 那么现在针对于就是 考试特别紧张的同学 你怎么看 比如说19号就要考试 26号就要考试的同学啊 你们按照清重主次大范围 就是一是群里的大范围预测 我已经我会下了课 跟到群里去 我会给你们一个这样的东西 稍等我打一下啊 我打开 哎 大范围预测在 在这儿不对 在这儿 资料太多了 有时候就混了 预测在这里 然后1到2月大范围 你们会拿到一个 我拿大陆地区举例子吧 好吗 PDF 也是一个PDF 是一个这样的表格 是这样的啊 就这里面会有一些 版本号相当于是目录 这种白色的不用看 白色的不用看 然后呢 你就看这种肉色的 你大范围不需要你都看啊 因为section1 我给你有总结的 你主要看section4 好吗 你们看到section4以后 只看这种肉色的 比如说这个啊 是V101216section4 这是它的版本号 你不需要去抠它 上面这个灰色的 一定是上面的啊 719是它的页码 所以说你拿到这个之后呢 你在这个基金大线完整版里面 你直接抠719一回车 然后出来的就是这个版本号 好吗 然后对 你去看它 这个是section4的大范围的这个预测 所以我要求考期特别紧张 或者考期远期的同学 你都先从section4看起 等到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你 为什么section4要单独的去背 因为123它是有些解决方案的 其实我不需要你去背 我们可以通过连蒙带猜 首先有做题的技巧啊 还有蒙啊猜啊 这种背景知识的各种做题的方式 section4呢是那种 因为是填空题 现在几乎考到section4 今年我觉得95%以上 都会是填空题 明白吗 所以这种填空题呢 就是我再讲到天上去 如果section4的那个空里的词 你不会去写 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我讲了半天 你也能知道答案是它 但是你写不对 所以section4一定要拿出来单独背 然后你背的顺序是这样 因为你看到大范围 其实篇章数是挺多的 并不少 对吗 呼啦啦一片 所以说你section4看的时候 也有轻重主次 那么看什么 我写一下在 你们的聊天群在这 section4 记一下啊 section4 记笔记 记笔记啊 因为我要求作业 就是你们最近在上课的 这十多天之后 有两项打卡 一个打卡是私信我 一个打卡是打卡到群里 因为这样我看起来的时候比较统一 就是我留的写的篇章的题目 你要拍照 然后打卡到群里 因为最后我会扫 谁做了什么东西 你们错题在哪 好吗 我会有要求的 作业的格式 然后笔记打卡 请私信给我 因为笔记打卡 如果你记错了 有些我讲的和你理解的 有些偏差的话 我会告诉给你 因为这个很重要 第一遍听课的时候 所以你打卡给我 但笔记一定写清楚 写不清楚笔记的 我不看啊 然后考虑到老师这么多学生 我现在眼睛真的都通红那种 对 所以你们一定要考虑 我让把它写清楚 或者列成word里面都可以 然后把笔记写下来 好吗 我prefer你们最后整理成word 因为最后 比如section1会记 但是会有些通用原则 你最后可以把第二次课听到 补进去 第三次课的补进去 它分几个块 这样你最后整个的笔记 特别完善 我不想直接给你写 是因为如果不是我总结的 我不是你总结的 其实你是听不明白的 明白吗 这是我的要求 两项打卡 所以这个后面要记得 就有关于基金学习的 轻重主次 就是你们需要给我 打卡的其中之一 好吗 Sensure for看题 就是预测啊 你先看11开头的 再看13年开头的 然后再看12年开头的 再看14年开头的 就V这个版本号 19年的轻重主次 也是最近三个月的轻重主次 好吗 然后呢 一定 就你先把11的都看好 你再看13 再看12 再看11 然后之后看10的 然后再看08的 然后再看15的 剩下的那些 就不记轻重主次了 然后你就正常看就好了 然后再是其他 好吗 就几乎是说 我就觉得你遇到11年的 应该是比率最大 13年的是比率其次 是这样的 所以按照我的这个顺序记号 看section4 如果要是说 我看有三月份考试的同学 三月份考试的同学 你都正常这么看 看完4 你就先看3 我说一下 看3跟4的要求啊 section4 section4 我的要求 分两批同学 就是说19号考试的同学 大范围的时候 你肯定背不过来 你就是 我随便打开一篇啊 随便打开一篇 然后就在哪里啊 在这里 我放大啊 好看一篇 这样吧 就是 看一篇这种 好看这个吧 这可能 他比如说 他询问樱花园的相关信息 首先我说这种黑体字 我强调一下黑体字 你不用背 因为考试的时候 因为这些都是同学背出来的 就是你首先空里的单词 你不会 你是不是要会拼写 这个不过分吧 我一点也不过分 对吧 然后其次 比如说像是对于 19号和26号就要考试的同学 大范围 你肯定是来不及备 因为你要听课 你要做题 那个是你的重点 你就把它当个背景知识去看 他说 the best watching time is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是在月底 是最好的观看时间 你把它当成一种说明文去看 然后你就记得 比如说你自己在复习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 因为section 4 我还有那个 我还有一个学生版 学生版是什么样的 会给你们发一个就抠掉空的 一个横线的 对一个完整的 一个这个 然后你看到抠掉空的时候 你自己像考试似的 你回忆 你可以今天先看 比如把一一这块都看完了 你把那个学生版的那种 像考卷式的东西 那个是142页 你打印出来 你不是要去听那个音频 音频其实听不听 到现在就无所谓了 课前听 是因为反正得需要一点练习 你去听 其实到了开课以后 主要就是直接背 你看到学生版挖掉空的 你能不能把这个慢词想起来 他说 第二题 orange in color 他说满山的这个因素花 都是橙色的 美不胜收 这个括号里的这个字 代表的是原文中 大体说的那个英文的意思 所以你就只是背中文的意思 就可以了 明白吗 然后你知道 在这个中文的意思下 这个空需要填month 在这个中文的意思下 需要填orange 好吗 比如说第三题 the location is to the east of the garden 说地点呢 是离着哪近 是离着花园的东边比较近 然后你就有一个印象 你不需要把它背的特别好 你不需要把它做到 就完全是做到 是说19号和26号 考试的同学 就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不会单次背过 但是二月份以后考试的同学 因为你的时间准备的比较久 section 4 我要求你大范围的时候 你就做到 可以拿到学生版 什么是学生版 我发一下 我有一个 这是整体的section 1 到section 4的题库 我还有一个单独的 有些同学今天跟我要 我说开课以后发 就课前发给你们一页一页的 其实我有整体的 就要在这里 在 诶 不对 在 在这 section 4 听写基金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打开方式 你看有挖掉空的 看到没有 有挖掉空的 然后这是一个142页 你可以把这个全部打下来 它就相当于你的一个测试卷 然后你写的时候 可以把它用铅笔去写 就反复利用 对吧 然后你可以测了擦 然后再写 写得轻一点 好吗 然后你可以把它 当成一个测试卷来看 是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我就能背下 people get more nervous if the speech is important 重要 the speech is not a gift 是吧 但是可以背学 audience will only remember the last thing you said 最后你说的事情 你做到这样 就像是一个背景知识 把它背出来 这个session4的要求 就是二月份以后考试的同学 要求你先把session4看好 再去看其他的 我先说session4这个部分 怎么去学习 我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的请扣个1 没说清楚的给我扣个2 我觉得应该还是 算是比较清楚 万来的没有听到的这种 就不再重复了 不影响咱们上课的节奏 好吗 好 这是我对于session4的要求 session3呢是这样 因为我们长远 像是比如一月份考试 同学session3大范围 你根本就看不全 所以你就等着 直接看小范围的 1 2 3就可以了 那么比如说 二月份考试的同学 你看完4之后 然后你就看3 然后3的话呢 然后就是你怎么看 因为3它都是 现在基本上考的 客观题多 但19年啊 它会出现一些 我缩小一点 好别扭 那我把这个书签先 书签怎么收起来 这样说 对 这样会看舒服一点 就是它会考到 可能会遇到有填空 会有啊 那比如说 但它还是以这个选择题为主 所以你在背 session3的时候 你千万别背 我跟你讲 我也背不过session3 你session3看的时候 其实不是去记答案 看大范围的时候 你要结合上 就为什么你先看4 后看选择题 是因为你那个时期 看到3的时候 我的课你是上完了的 然后你知道里面 会有很多方法论的东西在 你会讲到很多考法 结合上考法 你在看到这个题的时候 比如说 他说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什么呀 他说一个小组要去沙漠考察 嗯 有一个这样 那就是 也是学术讨论类的具体 讲学习某种类型的这种文章 文章架构啊 How to enroll in this group 他说怎么去注册 就是注册到这个小组 他说如果你想加入这个旅行的话 学生需要首先干什么 你看啊 问老师填表和这个 比如说 他是B选项就没有出出来 所以你看 你不觉得这个就属于说 学生需要干什么 就基本上你按照背景知识群蒙 我跟你讲啊 如果假设这个红色的不是放在这儿 如果你经常看很多 Section 3这种题目 坚强雅思真体也好 或者是你的基金也好 我跟你讲 问老师或者填表 我一定会选择填表 因为这是正常外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就当你在看这个基金的时候 你不是去备答案 而是你去了解他 长考的考点 甚至当你学到方法论之后 你看到某些考法的时候 你会知道 哦 你看这个就是上课讲的那种考法 虽然我不知道全体干 但是他是这么去考我的 好吗 嗯 好不好 所以说你是这么去看 包括像我灰体字 这不是原文的那个文章吗 他说 scholarship 这个trip是多少钱啊 讲学金是多少 这么多钱 呃 单看钱数不好说 到底是 就是通过背景知识不好说 但他有一些原文的干扰 他说总体的费用是2000 这个company呢 然后就是 will fund以前 the question ask how much university will cover 呃 就是说公司是1000 然后那么就是说学校cover多少 你看啊 这个就也比较好理解 你一定要自己去想象的去说 就当有一些 比如说公司出钱 学校出钱的时候 如果你听到这种考试蒙体 你怎么去蒙体啊 比如你听到了有一千 有公司 然后你听到有学校 所以1000肯定是排掉的 对吧 然后2000可能overall 可能你听上可能没听出来 但是总之 如果你听到有三个东西的时候 学校一定是给的最少的 这也是实际情况 多数在我们这种背景知识里也是有 就是你把它不是去备答案 而且你是看的是 通过我讲完课之后 你再去看saction theory大范围 对你最后比如有些难题 你们经常说老师在四个saction文字 上特别大的时候 审题审不完 就我没期待你审完 我就不需要你审完 最后咱们讲到非常难的 十个都是单选题 所以我就明确告诉给你五分 可能到六分的同学 你可能要甩掉四个题目 你就是看不完 那最后我告诉你怎么去蒙 有三种蒙的方式 那种真的是纯粹为了考试 对你的英语一点帮助都没有 明白吗 所以说呢 这个是凌驾于你在看它的时候 你做了一个大脑的不断的一个process 一个分析 所以并不是让你去背 背的同学就太蠢了 太傻了 不科学 saction 4可以背 因为saction 4它每一篇主题和每篇主题不一样 你们感受一下 你看 你看saction 3 我们先看三 写论文 对吧 就是讨论旅游与普通旅游 你看 导师讨论网站建设 你看这个 导师讨论研究报告的 你看报告跟论文就很像 对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 他们两个讨论研究百年小镇 然后这个讨论如何对老人调查学期内容 这种介绍课程 就感觉好像其实哪篇跟哪篇就是 差不多那么多 就是saction 3 它差别不是很大 所以背起来对人类来说就不是一个 所以你要总结它的那种常见的考点 那saction 4不是 你看公司道德行为发展史 澳大利亚四个城市 然后香水的历史 就什么就是什么 非洲的游 去什么什么这个 什么游牧民族 所以saction 4就比较清晰 你背出来的时候考试的时候 你特别容易在考试的时候辨别出来 所以4是可以用来背的 3是用来总结 就是你要去蒙题的策略的 明白吗 给你一些素材 是这样 我这么讲清楚了吗 saction 3我讲清楚了吗 而且就是说大范围的saction 3的话 说实在 我不是让你们 所有人都看 一月份考试的 你来不及看就算了 直接那时候你就拿到小范围了 二月份以后的同学有时间 所以你可以先看 OK 好 这是 这是三 三跟四 二呢 是如果比如说 再长时间像三月份考试的同学 其实二你也可以看 那二月份考试的同学 其实要saction 2 你可能就没什么时间看了 你就用做题的方法去做吧 可看可不看 好吗 saction 1是这样 saction 1现在我说一下 saction 1考试 现在呢 来我先打一下 就是saction 1 saction 1考试 我在公益课堂也说过 就是但是我还要说 因为你们可能今天听了这一嘴 明天听了那一嘴 我都会说租房 旅游 然后是那个报课 还有实习 考试这四个场景 主要我就不给你们展示数据了 因为你们在这肯定是相信我 对吧 所以说我就不展示数据 我跟你讲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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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考这四个场景 即使二二十场里 有那么一场考的不是他四个场景的 所以说saction 1呢 就是如果时间特别紧的同学 只要你不是时间特别充足的同学 其实你可以先都不太去看 那我会在群里发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什么东西呢 就是 再我打一下啊 忽然想吃小龙家 不对 就是录屏 忽然想吃直播客 不对 是 那个那个 那那工作 一达 一达口香糖里的威克录制 威克录制 PPT录制 我放在这儿 给你们的这个 这个 在这儿 我会有 PPT 然后我不太能都给到大家啊 就是说但是saction 1的这个 可以赶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 呃 就是 ITP这边专门拿出去去卖的一种威克 但是呢 我可以给大家把这个 分享一些这个总结出来的一些考点 这个就是我12月份 刚弄出来的 刚总是比较新的一个数据 就是在基金预测里面 他最常遇到的 嗯 我会给你们一个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东西啊 就是里面会遇到这种 比如租房 租房家办公 买卖东西 然后四个场景 那比如说 Azure Estate 你看这些点啊 这些点 比如adress里面会有什么 就是在租房这个场景里面 遇到地址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些东西在 好吗 然后有些同学经常说 你们可能会上课问到 我这样的 老师 你说我就是那个字母 W和什么 就是我就是和W 我就分不清 我怎么办 我跟你说了 短期时间就是没办法 我告诉你 发音你知道了 你还是听不出来 那些必须你得沉浸在 英语的环境中 有个一年到两年 然后你才能真的分得清楚 就无论你怎么做Dictation 现在你也是 逼刻不出来的 明白吧 所以说不如这样 我就把一些重点的地址给你 旅游里面的也有 租房也有 这要根据你考试 看到租房场景 你就想到 他有可能是 那老师总结过的旧体 那么有可能会遇到他 比如时间是这样 然后电话号码 然后preferred location 然后比如说什么cost commodation 这种会给你 有这样的一些PPT的总结 有四个 我会把这个section1的发给你们 当然了 既然是微课 我就会有一些录制的视频 因为 因为不是人家拿出去卖的吗 然后我就说 可能也不是每个同学 都有这种需求 什么样的同学会有这种需求 可能需要去听这个听音频 就是说 那种本身 你英语不好 它不是因为你听不出来 有的同学语音特别好 它是因为他的语法不好 词汇不好和做题 就等于说什么叫脑形容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逻辑不通 这种做题 你没有就是说 听这种问题的 其实你可不听我的 那个录评课程 倒也无所谓 自己拿到PPT就OK了 但是咱们一定有那些 可以直接说 觉得自己好像在抓空 填空词的时候 你抓到那个空 但是你 也认识那个单词 但你就听不出来 这样的同学可以举个手 看咱班现在有多少 今天第一次课来的人 还算比较多 对 写个一 那所以这样的同学 可能是听我的微课会有好处 因为我会给你有听写 会有讲解 那老师略微设置一点点 就是说 你可以 做就是两个事情 一就是说 你可以去 把我的这个课程分享到 就是朋友圈 就对朋友圈 你去集赞 20个赞可以换一集 但是你有本事 如果你集到了 比如说 你集到了 就是按照顺序的 比如说 我第一个20个赞给租房 第二个给旅游 就你攒到40个租房旅游 再攒到下一个就是租房旅游 加实习 然后再把这个租房旅游 实习加什么 这是这是一个路 而往下 如果你 你还能往下再攒 比如我能攒到100个 OK可以 然后这时候可以再给你下一个 就是再下一个也是可以给你的 那有同学说 老师我不想发朋友圈 我不想被人知道 我在干这件事情 你可以上那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平台嘛 就是用 就是百度搜索雅兹哥课堂 然后呢 你搜索到课堂 老师上课的时候你进去 任何老师开课的时候都可以 一定是电脑看啊 然后右上角有个好评 提一下我的名字 说几句课程感受 给老师有个好评 因为这个也是领导给我的任务 所以说我怎么办呢 我只能是让大家帮忙了 所以但是老师也不会让大家白帮忙的 所以等于是 这个东西拿到外面卖是199 价位应该是199 虽然我觉得就是也会报答一下大家的 所以做两个事情都可以 拿着那个截屏 来跟我去领取微课就可以了 有需求的同学这么做 没需求的同学 你就不用浪费去做这个事情了 好吗 怎么好评 就是来 我说就是 就是 如果是说好评的话 是说电脑 然后百度搜索雅兹哥课堂 其实咱们这还是今天的课前 那还没有正式上课呢 电脑百度搜索雅兹哥课堂 然后呢 只要开课的时间 任何老师开课的时候 任何老师开课的时候 开课的时候 嗯 然后 在右上角 要求你一 五星 是吧 好评二 然后提我的名字 不提我名字不算数吧 因为这个我们领导需要看的 就是让大家帮我个忙 三 然后去学课程的感受啊 就是真实感受就好了 不不不 上课的老师看不到的 你继续说右上角 右下角真的咋场 就真的 之前有班想 同学想去拿 给我打好评的时候 是Jerry在开课的 我快笑爆了 他在右下角 右下角就是真的在课堂讨论区里 我说你幸好是在口语老师的课上 说听力 那老师课程真的很好 我说你这把哪个听力 老师开课 你就真是砸场子去了 快笑死了 赶快去道歉 我说我要跪错一把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然后真的是这样 这一定是右上角啊 好吗 录播的话 呃 录播的话 然后就是第二天的话 会有录播回放 然后录播回放的话 就是呃 因为我的课会录的比较长 你们要 所以说一般我的课发出来 就会比别的老师晚 别的老师可能上午就发 我一般都是要在中午以后 因为经常讲的时间比较长 那所以呢 就是说 一般到比如说明天的中午 或者下午那段时间就能发进去 然后需要你去按在群里 然后录播小猪手 应该明天吧 呃 就会发一个就是下载的一个 就是播放器 因为我们要加密和转码 然后传输这个样子 然后呢 就是传输过去之后 大家下午再播放器 到你电脑端 手机端都是可以的 但建议录播用电脑看 因为字体会大 对 然后因为直播不影响 是因为直播我可以放大缩小 但是等到那个录播的时候 就等于说 内陆我电脑的屏 所以文字会比较大 所以建议录播是用电脑去看 啊 下载下来 然后呢 就是需要你私信 录播管理员 去拿一个观看密码 好吗 这样就可以正直的去看录播了 这是这个问题 呃 我前面这段时间呢 我是讲的所有的是 呃 群里的这个 就主要是基金的 这个学习的方式 包括你有的这个材料 学习的工具 这些是最主要的 课后的东西 因为基金这个东西是 我只给范围 告诉你学习方法 你去做 你去做 然后课上 我讲的是方法论 做题 不听意思 怎么做题 做作业 作业的讲解 好吗 作业讲解 我会还有专门的录评 还会有应该是15个作业讲解吧 所以你们学习资源是挺多的了 几乎就是你们不需要再去任何地方 再去学任何有关于雅兹听力的事情了 当然除此之外 我还会分享 比如说 剑桥四到十三的音频啊 还有就是 呃 有一个就是叫 七个核心场景词汇的 强化的听写 我是刚刚找那个 我找了一个英国人 就之前 之前是中国人录的嘛 我找了那个 就是英国人录了 然后就是 对 然后有一些快速版本都有 慢速的是有的场景 有的场景没有 然后我会把那个 把那个群里的资料 就之前课前发的 我会删掉 因为课前都是零散的 就课前有的 现在都有 只不过我会更新一个服务包 明白吗 比如说课前的那个场景词汇 还有 但是我会更新成英国人录制的音频 然后让你们去适应应应 好吗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就是有这些听写 这些听写后面的那些材料 不是说 it's a must 就是看你的学习时间 如果你学习时间周期比较长 我跟你讲 都做一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你学习周期不够长 然后你就做我刚才说的那些 最重要的就可以了 按照轻重主次 好吧 好 很棒 section 4是必须的 对 就OK了 好吗 那基金这个部分 我就说到这了吧 基金这会儿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吗 咱没事 我是那种 今天反正要打着 就是我们要写三个小时 对于时间了 我觉得还可以有点时间提问 基金你们这有问题的 没问题的 就是一 有问题的先扣个二 然后有问题 我就会等一下你们提问题 如果没问题 咱们就进行section 1 不对 还得有两分钟的一个 大概的介绍section 2 需要怎么记 跟section 3是一样的 记忆方法 但是呢 我觉得大部分同学 可能没有那个时间 把二看栏 基本上节奏 就是上课的这段时间 上课听题 做租业 有时间被section 4 记经 如果课前把section 4 已经备好的同学 就被section 3 所以你看早报课 肯定是有好处的 对吧 你的节奏就比别人快 1月26号 什么时候拿预测 1月26号 你这周日的时候 会拉群 然后是下周日的时候 拿预测 好吗 sector 4和3 足矣 OK 对 1到2的话并不难 用方法论去做 就可以解决 好吗 还有啊 就是希望上课的时候 所有的同学 别浅水 就是尽量的 就是我说有问题 没问题的时候 扣1扣2 大家都参与啊 尤其是在我们做完题以后 我说这个题 你选了什么 不选什么的时候 因为我在观察 你们做的好不好 经常互动同学 我跟你讲 有的毕业一年多了 我都能记得你是谁 真的有毕业完了 当时考 其实也考的差不多 但后期发现分数 还要再考的 再高的同学 又再考 对 他说后来去考研了 发现又要想再考高一点 我都能记得住 所以一定多互动 好吗 比如说Micky 我就记住你了 不会忘记你的 只不过看不出男女来啊 中庆好吗 好 记得记得 记得啊 那我就开始 开始咱们讲 今天的开始讲课了 前面不算是讲课呢 这是 这是我看 哎呦 来好 来 我们开始看的是 哎 我先 因为肯定有雅思小白在吗 有雅思小白吗 雅思小白举个手 我看 老师我连 清理社什么都不知道的同学 我看有多少 有吗 我看一下 我把这个打开啊 我先做一个基础的一个介绍 介绍 对于我看看 有吗 如果没有 有是吧 有 下来早黑 来 我先说一下 两分钟 然后知道的同学 然后也听一下 保不清有什么东西 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说我做介绍 咱们再讲才证完 哎呀呀呀呀 然后考试呢 就肯定听那考试这样 A类和G类都是一套考卷 所以这是为什么听力里面 你看它有一二部分生活场景的 对吧 你看我这写 section1和section2 我缩小一点啊 这样你们看得更清楚 屏幕上的微信你们可以不用管 我应该 我应该把它去卸掉 对 这个那个号已经满了 然后呢 那就是 然后这个就是说 section1 section2 生活场景 为了移民类的 3和4 学校场景 是这样啊 你记住一个特点 一三部分是对话 二四是读白 这个到最后咱们讲的 一三部分 又讲了三道部分的时候 跟我们做题是有关系的 记住这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哎 我现在要问个问题啊 就是虽然之前 你们也都自曝国家门了 我印象里面 应该你们大多数同学都是 呃 五到五点五分的会最多 是吧 呃 不是五到五点五分的同学 扣个你们现在七十段 也有往下的 也有往下的 也有三分的 也有啊 也有往上的 我看到底有多少 大家体看 嗯 嗯 好 对 我记得这个班里 应该还有一个 之前是考了八分 八点五分啊 非要来再学 要考九分的 有那么一个同学啊 没考好 行 差不多是这种好 可以啊 好嘞 所以说如果是你们的 这个分数段 那我就基本上 咱们这个班目标呢 我们定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大多数的同学 你们都可以考到一个 这样的成绩 大多数的同学 好吗 然后最差了 比如说你对于 四点五分以下的同学 大概目标 就是四分以下的同学 你定十六分 好吗 就四分同学短线啊 你定六分 如果是四点五分的同学 你定六点五分 五分 五到五点五分的同学 可以定到七分 六分以上的同学呢 定到七点五分 那基于是不是上八分 就是依靠你的悟性 学习时间了 所以大体是这样的一个分数段 那所以说根据你的分数段 你要知道你的最低错误 就是正确率 四十个题 一共有四十个题 比如六分要对二十三个啊 六点五分要对二十七个啊 七分要对三十个 记住这几个数据 七点五分要对三十三个 好吗 因为最后在做题时间把控的时候 会讲到 比如说你如果什么样的分数段 有些东西你能用 有些东西你就不能用 所以这些你记住一下啊 出来揍 他要考 对 因为他是要考教育学的博士 对 所以说他说考高了总是有好处的 对 是这样 然后呢 题型来讲的话 就是主要两种题型 一个就是说填空题 然后一个呢 就是客观题啊 填空题现在主要就是 呃 其实这这些种题型 不需要知道啊 就是客观题就是选ABCD的 就不写单词拼写的 ABCD的 哎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填空题要主观题吗 有的同学有这样的疑问 他说我说我跟拼写相关的啊 他说老师 我觉得填空题才是客观题呢 你看所听即所得 呃 你别这么想 因为其实考试的时候拼写上 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 有一些小小的拼写错误 但是不影响别人理解 你写的是什么词 比如说一些需要双写的 或者可能结尾需要加一 你忘记写的这种笔物 其实不一定算错 但机考 我觉得应该不行 因为计算机做不到这么的精确 但是笔试的话 是有是有这个人在判卷 所以说你一定报考的同学 你一定不要报机考 除非是你真的没有时间 实在没有办法 报不上了 你再报机考 不然请你不要报机考 好吗 雅思厅里特别不适合机考的 然后客观题呢 就是选ABC的 这客观题 知道两种题型就OK了 现在考试的卷子 大体像谁 我给你们拿出一套卷子来 对 就没有办法的同学 我就说铃铛别乱了 他没办法 就只能这样 对吧 就是你也没有办法 然后这种 就尽量的 大家别去报 他要求会更严格一点 那你看 我拿到一套卷 Section 1呢 现在基本上考的更多的 就是这样的填空题 不需要看具体的 你就看空就好了 基本上考的这样的填空题 就让你先选填空 二 你看啊 单选题搭配题 或者是多选题加单选题 基本上是这样的题型 四就是填空题 好吗 这是它的这个主客观题的配比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就是考试的一个介绍 好吧 那我们现在啊 就是说来看一下Section 1 Section 1里面 其实可记的东西也特别多 就以前你们忽略了 而且我是想用简单题 去为难题打基础 我们先拿出键四来 终于开始讲到 做题这个环节了 对吧 我们拿出键四来 这片 四三一 我缩小 哎不对 不是这片 我错了 是那个四一一 四一一 把它缩小啊 我们只看一跟二 然后在做题之前 我要先说一下 我讲这个题的目的 然后你们需要记笔记了 你们的笔记里面 大概有这么几大块啊 你最好是每一块都用一页 就是比如说今天可能讲这个题 说我在这一块记了这几点 下一页在那页记了几点 一 比如说我会记到一些 就是语音的一些点 就虽然我说短期练不出来 但身为听力老师还是要讲的 对吧 二 就是一些这个 通用原则 通用原则需要你理两 四一一 就键次第一套 就是Section 1 好吗 键次第一套 就是Section 1 如果打印了PT的同学 就是我Section 1 PT的第二页 PT第二页 咱们想到一起去了 对 然后看我看到学在哪 而第二页记比通用原则 通用原则可能会多一点 然后第三点 比如说 属于这个 就是说 叫就是 填空题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记的 是一点点 主要是客观题的一些 听力结构 听力结构 它只属于客观题的一些做题方法 主要大体上 我觉得是有这么三大块 好吗 三大块 所以说就是你可以把它分开看 那我现在要记的是通用原则 通用原则 拿出笔篮吗 我不是要求你们拿一些不同颜色的笔吗 你们的笔记 请你们比如说标题用一个颜色 内容用一个颜色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用了三个颜色 把它记清楚 这样你们打卡交笔记的时候 我看起来会比较清晰 好不好 为了我着想 也为了你自己复习的时候 就很清楚 那我现在先讲的是同一丝替换 我先总结 通用原则里面同一丝替换 同一丝替换呢 我分了四大类 两个结构 还有几组 就是比较常用的同一丝替换 跟做题相关的 所以同一丝替换就看你的本的大小 你可能要留我觉得一夜差不多吧 是这样 或者半夜 如果本大的话留半夜啊 所以我先总结最常见的四种 我希望你把以后所有同一丝替换都记在一起的 先总结四大种 最常见的同一丝替换 第一种 固的啊 等于 就是好跟好 这个就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没啥 你不基于听力的背景 你看到他俩也知道是同一丝替换 这种并不是很多 第二种呢 就是还是固的 等于 这个是什么的替换呢 这个叫磁性的替换 可以记一下 就是比如说固的是形容词 well是复词 比如有的时候 我们考试会遇到这种confidence 名词 confident 形容词 对吧 就这种磁性的替换 磁性的替换是特别好听出来的 我最喜欢的 第三种 固的 固的 等于 你看中国学生特别容易把那个的说的特别重 你如果口语想说的好听的话 good good 要说的其实要吞的短一点那样好听啊 但为了让大家听了明白一点 我就会说顾得啊 这样比较好听 等于 not a bad not a bad 对 然后对 中国有很多不好的发音 比如说stop 就应该很脆 I stop at the 就说出来就垮了 对吧 good not a bad 虽然我发音不咋地吧 不像你们Tara老师说那么好听 所以我不做口语老师了吗 听不过他呀 以前也是讲口语 但后来发现 翻译里面不是口语老师好听的 算 也考不到口语九分 然后还是讲听力吧 基金还是我擅长的 就 good 等于not a bad 等于是他的反义词替换 比如说 是 就是 比如说 呃 就是 我教你英语 我课上讲过 你跟我学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 我用英语说句 you learn English English with me English with me 啊 然后等于什么呢 就是 i teach you 英语历史 对吧 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 teach跟er 这个时候就做了同一次题换 就它基于背景 就 如果我不看这个听力的背景 就 听力为什么我不给你同一次题换 真的不是说你们那的老师懒 是因为没意义 因为很多东西你发现 出现一次的 不会再出现 就可能重复两次 就是撑死了 但你要背那么多词 所以我总结类型 就让你们是做可以可复制的东西 就是你 你知道会有这种情况啊 我们 我们在整个的课程中会会遇到那么两三次这种情况 就是一般 第二种和第四种是特别多的 但是第一种和第三种是少一点的 好吗 所以说这个你知道 比如说逐以对调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动词的这种反义词的替换 好吗 你说反义词反义词 同一次同一次 对在雅思厅里这叫同一次替换 这第三种 第四种呢 我先放着啊 就是跟我们 这不是提干中一有吗 一会儿你去听答案 听听一里面的这个固度怎么出现的 这个是四大类最常见的同一次替换通用 符合于各种提醒各个faction 先留好空啊 后面还有两个结构 我先不讲 等以后遇到的时候再讲 然后还有几组 特别重要的同一次替换 要到后面的二三次节课 遇到以后再给你们去讲 所以你要空好位置 那么同一次替换这块笔记好的 扣一没记好的扣二 好 好嘞 好嘞可以 都记好了是吧 嗯 那我们开始看下一个笔记啊 下一个笔记 就是说还是同用原则 叫啥呢 叫连接词 连接词 嗯 连接词 对 呃 连接词的种类是什么呢 我先记第一种 它叫叙述词 哦 我按轻入主词吧 先不记叙述 先记那个 你是不是想打我 是不是老师已经写下去了 然后叫那个递进 递进词 递进类型的词 比如说有什么呢 就是and 然后also then 这几个出现特别多 就是什么叫连接词啊 你看做题的时候 就是在这种时候 它比如说 从一点到一点 你看我讲的这些 通用之后你们转嫁的难题上 就我其实 不去听他说的每句话 我就听了historical interest的原词 或者说字替换 我听到某种连接词 OK我知道到下一点了 我去听一个名词重音 就是我要的答案 所以说我要知道某些词 我是过耳朵的 这些连接词 其实也是我听这个句子结构的 所以我需要听啊 递进的是第一种 第二种 这个地方还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常见的比较多的 呃 其实叫 叫一些特殊性 呃 我怎么说呢 就是叫 叫那个 转折类型的词 转折类型的词啊 转折词 最常见的就是你们都知道的but however 对吧 however 这种转折类型的词 第三种呢 然后就是 等于是特殊信号词 特殊信号词 就你听到某几个词 就代表它一点结束了 要说下一点 比如这里有什么呢 OK here now 这三件事 好吗 四 第四个就是说 我们说的那个叙述词 叙述词出现的比较少 因为 它这个 就是比较简单 浅显 但也会遇到 就是first second third 第一第二 第三 第四 所以你们把这个记下来 就标题一个颜色啊 比如说 连接词一个颜色 后面的一二三 我觉得 汉语可以一个颜色 然后具体的那个英文 可以一个颜色 我就属于特别喜欢 买文具的那种 然后我记笔记也是 记得花里胡哨的 这都是谁呀 嗯 好吗 嗯 记好笔记的扣个1 记好笔记的扣个1 好 好 好 那我们开始放这个题啊 section one 我开始放一下 就是我要求你 我知道 我知道section one 哪怕四点五分四分的同学 你也是能听得差不多懂的 但是我不要求你去听意思 因为我再强调一下 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做题 或者你总结题 你通过意思去总结 这道题看懂了 但下一道题转嫁的能力不强 所以呢 为什么我说一定要系统的学习 就是你用一些简单题学方法 呃 但是如果他假设他的意思简单到 你什么都不需要去思考 你下意识就能反映出来 什么叫下意识 就是模拟一个场景 你现在家里放着电视 在听英语新闻 这还语新闻啊 你比如说这边回着手机 或者擦着地 或者干着别的东西 吃吃饭分神的时候 就你不想听这个新闻里面 比如说北京西城 不是昨天出了一个什么事情吗 一个什么员工 拿榔头砸了二十多个小学生 哎 这个事你就听明白听进去了 对 这叫下意识 但如果假设换成英文 我跟你讲 你别说你们 我这样的选手 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在有些东西的时候 如果比如放着英文背景 就很快的 我如果 我做不到下意识听 如果不focus在 听一下在干嘛的话 其实刚才说什么啊 我不知道 没听啊 我得听一点 你明白吗 如果你不是下意识在听的话 你就不用主动的去听他的意思 这种就是 你很难短期去练他的这种能力 所以如果你下意识听到意思 听挺好的 听出来的意思越多 你分数越高 就每个人 离你们现有的成绩 短期一个月 进步的量是两分 就六分到八分 五分到七分 是这样的都有 你没有做到 还是因为你的逻辑思维 没有被通过来 但是五分 你想想到八分是不可能的 短期之内 当然你要说 预测哪天 我要是真的五十篇 最后中了四篇 刚好你都背了 那是可能 但这种几率 你要是中了 不一定是个好事 说不定出门就要出车祸了 是不是 这么的rare 所以说呢 就是说 你要在做题的时候 怎么办呢 然后就是 不 基金里还有错误吗 不一定是九 可能是个八分 九分是很难 太难了 然后呢 就是 比如说像这个一跟二 一跟二的时候 你做题的时候 你就去找 然后因为它下面 每个example嘛 比如说五 过了五之后 你就要听到什么 historical interest的原词 同一次替换 听连接词 然后听到后面这句话题 出现了一个名词的重音吧 是名词 对吗 我没说错 名词的重音 把那个名词的重音 写下来 那个就是你导的答案 先不用想 为什么 然后再听一个连接词 下面出现了名词的重音 要写下来 再看这个题啊 填空地里 注意字数 考试现在很少遇到说 no more than three words and our number 很少 一般都是说 一个词 偶尔会遇到两个词 好吗 所以说 你的字数是这样 就是一定要控制 在它的要求之内 不然 无论你听的是对的 也是错的 好吧 那我们先把一跟二听一下 我说了这么多 咱们听一下 导过去 导音频啊 well obviously it varies but always places of his 我说刚才那个音量可以吧 对中三 有 有 就是 我觉得这种 中三篇或者四篇的时候 大概 四篇 四篇够强 三篇有 我觉得两个月 左右会遇到一次中三篇的 所以我同学比五达五到七 就得知二老师预测中三篇这种 好 那开始放了 三二一 开始 Different Yes We run five every month three during weekends and two Wednesday afternoon trips What sort of places Well obviously it varies but always places of historical interest and also which offer a variety of shopping because our students always ask about that and then we go for ones where we know there are guided tours because this gives a good focus for the visits and do travel far Well we're lucky here 好 然后你们刚才 第一题 我先说第一题啊 写到答案的 听到答案的 然后写答案 没有听到答案的 然后就写个过 或者写个二都可以啊 你们听到我们家在宰猪的声音了吗 我们家有一个养猪场 还是有些我看看过的有谁 雪花飘飘 道理的 不是 那个有一个二上面什么都没有 你是你是你是几个意思 就是能不能加个名字啊 将来我咋认识你啊 OK Yummy 好 Tiger 我大概看一下 每次过一下啊 好嘞 好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回听 Morning Good morning How can I help you I understand that the school organizes trips to different Yes We run five every month 你知道five是吧 然后这是example 所以下面就要听的是historical interest three during weekends and two Wednesday afternoon trips 要想的是不是意思 没有historical interest 往下听 What sort of places 你看啊 一个 example说完了 他不又问了一个问题吗 他说what sort of places 这样说 他说what sort of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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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有什么样的地点 他就等于visit the places which you have 对吧 代表他 你记住 Sexample有一点 他叫一问一答换一题 就一个 至少是一个节奏 所以他从example结束了 问了一个问题 他就要转化到下一个话题了 所以往下来 Well Obviously it varies But always places of historical interest 这个historical interest 大家应该都能听到 第一节课啊 我可能会问的 听到听不到的会更多 因为我想了解咱们这个班同约特性 每个班是不一样的 这个听到的是一 没听到的是二啊 就historical interest 我觉得是应该 大多数同学应该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所以现在脑子一想的 就不是他的意思了 你要想想大概有没有连接词 对 然后完了想后面的重音 听啊 And also which offer a variety of shopping because 然后你看 And also 就是在historical interest 我再导回去啊 你们听没听到那个and also 就两点之间的那个连接词 Different Yes We run five every month three during weekends and two Wednesday afternoon trips What sort of places 对吧 What sort of places Well Obviously it varies but always places of historical interest And also 对吧 听到了 然后面就是 And also And also 对吧 historical interest出现 and also 调到下一点 然后我听 这一句话里面 刚才没听到的东西 咱们去感受啊 这一句话里说的最重的 什么叫最重 就是他声音会变大 或者变闷 或者是上阳 这种都是 反正就是那种 说的很清晰的 那个就是啊 就是重音单子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For a variety of shopping 听到shopping这个重音了吗 我再问一下 有没有人是这样 就是说 实际上你是 你是听到了 这个词的重音 你知道是这个词 但是就是 你没有想到是shopping 有这样的同学 你扣一个 是我 你扣一个我 我就明白了 有这样的同学吗 有 钱 有这样 好 算一下这个次数啊 今天类似于这种问题 比如说 你知道重音是这个单词 你知道就是在shopping这个地方 但是出现shopping的时候 然后你就是没有听出来 你就是不知道是他 而且这个单词 你肯定认识 数一下次数啊 如果是说在今天的课上 这种问题超过三个以上的 课下私信一下我 大家是不是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时候 课下流淌 然后是这样 就是说 出现这种问题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有一种不是说常听 你想啊 他不是在旅游场景吗 我的旅游场景 那个PPT里面 我跟你说实在的 就总结有shopping这个词购物 经常说到 比如他要做的activity的时候 去旅游 比如说名胜古迹旅游 就是购物会有 就是你一定不能 傻听 就如果你不结合背景知识 去傻听的时候 这道这个词还好 有一些那种 特别严重的词 然后就 我我我 就是一会儿有一道题里面 会有 它音变得很严重 如果你不给我上下文 你让我去听 我不知道 你不要觉得我听力考得好 以后我就一定怎么样 明白吗 老师要结合上下文 所以说为什么一下想到shopping 就为什么咱们比如说背 背那个单词 比如咱们有那个课前预习的 比如说场景词汇 专门有旅游呢 就是因为在里面会有这个单词 所以你遇到这个考试背景的时候 你能想到它 这是一种练习的方式啊 好吗 嗯 然后我再说啊 刚才有同学已经听出来了 说这个good怎么说 咱们不是还缺一个同一次替换的第四种吗 刚才他 咱们就用这道题来说 它是good 等于variety variety 我评的对吗 对 variety 对 就是各式样 各样的variety of 各式各样的 有一位同学说 老师好 跟各式各样怎么是同一次替换 听了也不能钻童脚卷 在这个场景下 它就是好 就是代表原文中的这个各式各样的 所以说它是一种 叫解释的同一次替换 你看 为什么叫解释 比如说 shipping 如果各式各样的 对你们 那老师 我来说就是一种 最头疼的事情 我买的东西一定是 我恨不得就是 随便家里人买什么 穿什么 就这种 真的是这样 不挑 嗯 就是 我甚至还穿我妈穿的衣服 明白吗 就是那种 无所谓 I don't care 就是我缺衣服了 OK 大体这个牌子 我觉得衣服不贵 或去选 然后就OK了 然后就两件衣服挑一件 所以说 Good和Variate of Shopping 这种东西做同一次替换 它一定是基于某一篇文章的背景 单独拿出来 它不是同一次替换 所以听力里面 为什么不让你们去 就是比如说去背那些同一次替换 阅读可以 阅读真的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但听力里真的不高 它都是解释 都是生活化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它的感觉就可以了 好啊 听的时候就在想 顾得同一词 但略过了 对 听的时候其实你不重要 因为像这种题 填空题嘛 你主要听的是那个重音的单词 就是当你如果一反应句子意思的时候 你就掠过了 好吗 嗯 好啊 我倒回去再把 就是第一题听一下 然后我们再过一下第二题 看看第二题里面 一跟二之间连接词是谁 Different Yes we run five every month three during weekends and two Wednesday afternoon trips What sort of places Well obviously it varies but always places of historical interest and also which offer a variety of shopping because Dongba Shopping because our students always ask about that and then we go 连接词一跟二连接词是 and then and then 是什么呢 the ones where we know there are guided tours 最重要的 你听到的肯定是那个tours 对吧 听到它 然后但是这个题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只写tours 是不算对的 就一定要把前面那个guide的写下来 这个咱们长久词会里 也是有guide tours 有向导的旅游 像这种词我说一下啊 有没有同学是这种 就你听到的guide 但是你没有写ed 你写的guide tours 对 大家同步 真的是这种 quina 王 对大家同步 我说这种怎么判断啊 我教你 很多时候 那种小的尾音啊 比如说 你像guide guide 因为它把那个guide的 那个de 吞掉了 因为经常你de 或者t 结尾的 它会都被吞进 所以这种时候 其实你是听不出来的 它就没说嘛 就guide it guide it tours 你听不出来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你把它按照语法去想 首先 这种题啊 为什么要讲它 它叫一种 提纲式的填功题 也就是说 它是并列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什么词性 它也是什么词性 它也是什么词性 所以证明 我肯定要填名词 对吗 那guide tours 如果你们想 它是引导旅游 这是一个动兵关系 不对的 当动兵关系 怎么变成名词的时候 我记一下啊 这句话 你们可以记在那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算是叫 就是 答案检查 就最后 你们可能要自己检查答案 有一些梦啊猜的内容 你就记在答案检查里面 好吗 答案检查 比如说 比如说动兵关系的词 的词 就是如果需要转化为名词 我只说针对考试啊 针对亚斯听力考试 是 就是 动词加ED 加ED 因为 其实它可以加ED 或者加NG 但是加ING的话 一般你们能听出来 刚A顶 你是能听出来的 只有Guy的吞掉 你听不出来 所以说推断 性质的话 就是你听错 应该是落掉一个ED 可以吗 当然你说老师 这个词词本来我背过 那肯定更好 但如果背不过的时候 还是有方法 好不好 这是第二题 第二题 我讲清楚的同学 请写个1 OK 好 这个没问题了吧 那好 那这个题咱们过啊 我这个题 我再总结一下 我想讲的是 1 给你们展示一下 并列结构 然后主要想总结 连接词和同一次替换 然后就说 这种类型的题 你不听意思的时候 怎么去做 未来也会有难题 可以转嫁的 好吗 先做它 有Guided Tools吗 有啊 Guided Tools 就是指动兵吗 比如说 A beautiful lady guides over tools 一个特别美丽的小姐姐 是吧 给我们 就是 就是 指引我 就是 给我们导我们的这个团 它是这个意思 第二题连接词是 And then And then 我再导回去啊 第二题连接词是 And then 那这样再顺一遍 我们看下一题啊 可以吗 可以是吧 然后呢 我们就看下一篇题了啊 下一篇题我有我要再讲的东西 是在这里 你们看七四一 七四一 我只看五跟六 这里面讲一个它 Section 1跟Section 3一个 共性的一个东西啊 这是一个点 嗯 这个好繁人 我先把这个微信号先删掉 这个要录进去 我觉得难看 愁 愁 线七 Test 4 Section 1 这个问题今天已经回了第二遍了 嗯 好啊 好 拿出来了吗 多少页 有数的同学可以拿一下 嗯 我说一下我课堂的一个规矩啊 就是说 因为有词物量好的 也有词物量不好的 词物量好的同学 当你认识某种词的时候 谁也不许说 明白吗 不认识的同学就当个符号去看 因为有 你不认识的生词里面95%的 但词其实对你做题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做题就好了 那我说啊 Family Preference 可能有同学不认识他 一定有 我也不用你们说了 一定有 把他就知道是个黑题 反正过了四 他说Course 一种什么类型的课程之后 我要听五 好吗 没有什么 词性你们也好判断 就一定是名词 对吧 第六题 他说No objection to什么 就是不反对什么东西 我 哦 坏了 我嘴欠 我直接说出来了 我不应该说 我本来是想说你们不认识他的 然后这个怎么办 那我就说出来了 你们打我吧 有听到刚才我说什么了吗 对 我让你们别说 我自己说出来了 好歉 对 因为这些睡觉睡特别小 下午还刻意买了一杯咖啡 没敢喝多 然后我特别后悔 没把那个咖啡拿回来 买了一小 就是一小杯星巴克 喝了三分之一 我应该再多喝点 但是来不及了 又觉得当时没开车 拿着手特别凉 所以后来就没拿着了 现在好后悔 恍惚 来 好 没听到 好 继续讲 大家就忽略啊 就问你 就大多数同学 当你一开始看到这个兔后面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同学觉得后面应该要加动词啊 有没有觉得六后面要加动词的 一定有 所以说呢 我跟你说 不是 你不是这么去想 因为它是一个并列结构 看到没有 并列结构的话 这是名词 它应该加的是名词的 你要填两件事就可以了 然后你不需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就听这个结构啊 一个名词 讲的第一件事 名词讲的第二件事就OK了 那其实我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先听啊 你们先听 听完了咱们再讲七四一 七四一 我觉得大概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21C Willow My first five week course OK Do you have a 好 下面开始了啊 三 二 一 开始 My first five week course OK Do you have any preference for a family with children or without children I prefer I mean I like young children But I'd like to be with older people You know Adults Someone around my age OK And what about pets I am a veterinarian So that's fine The more the better 我先说第五题 你们写的答案 然后先写 只先写第五题啊 第五题 Young children 过 过的也要写啊 过的写二就可以了 没有写older people的吗 又写adults 对吧 有 我看看有多少 children 嗯 都写children 没有写adults 就一个吗 Young children children 你们心好奇啊 他原文就不是说 I like young children吗 听到了 不知道什么是答案 OK 好 好 后面是 嗯 来 Adults 嗯 有 喜欢老人 嗯 prefer children 后面有but 哦 你看这后面有but 这个but 千万别把它当成一个 做题的一个判断啊 因为 积累性的话 它不是一个说 but后面是答案 怎么那么高的一件事情 你看啊 你看 这道题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来 来 我们来听 我教你怎么听这道题 我想讲的是什么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技巧点 它算是 对于 section1和section3的 一个通用原则啊 Advanced English studies 四题 我们先过一下 I need help with my writing and I'm nearly at the end of my first five week course OK Do you have any preference for a family with children or without children 你看啊 它这里这么说 我先把这句话抠一下 它说 Do you have什么什么 preference for a family preference就是黑体字吧 for a family 我从这儿开始写啊 for a family with children C-H-I-L-D child or without children 这句话 这是我是想讲什么 是这样啊 我们英语里面的问句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特殊疑问句 What's your name 就是你不回答你是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的 对吧 Why do you like me 为什么喜欢我 你不说我不知道的 这种对吧 必须得说具体内容的 叫特殊疑问句 还有一种是 Are you a boy 你是个男孩吗 对吧 这种就是你说yes or no 这种叫一般疑问句啊 有可能有同学不知道 那我再说啊 在一般疑问句的时候 一般疑问句的时候 尤其是在sectio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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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的这个 这个 这个那件事啊 就是重音的那个词 重音的那个词 就是 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这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啊 咱们这句话里面 他说的是 你是想要孩子 和不想要孩子 不管是想要 还是不想要孩子的话 他说的这件事 就是孩子 那么对于section one的逻辑 一点也不难 我跟你讲 section one 90%加 90%加 这种时候 我给你讲 for family with children or without children 我不用往后听 children就是我要的答案了 是这样 section three呢 是70% 它会少一点 因为section three的逻辑 肯定会更多一些 所以你看啊 就是说 其实比如说偶尔有错的同学 你就不需要听后面判断那么多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怎么出题 他是把听语原文中的那些东西 他有一个汇总 他一定 就是卷子上写下来的是这块的重点 或者是这块的结论性质的语言 所以说这个no什么一定是 他问你说喜不喜欢孩子 那结果就是不喜欢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一点可以记好 那 笔记记好了吗 就记好了也明白的 然后是一 就是你没明白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啊 所以不用不好意思说不明白 嗯 好 咱们有默契 那我们来听六啊 老师这个不是选择题 一文句吧 一般一文句不是要算的回答吗 对 就是我说这个虽然是选择一文句 但是你看他选择的不是两个东西 他只不说有没有孩子 在我看来做题的时候 他只给了一件事 明白吗 虽然是选择一文句啊 但他只给了一件事 他不是像 就我们后面讲的section three的时候 在作业里面有一篇 他上面讲的 这个还是那个 他其实里面会有类似于这种 但是我给你讲很多 因为那个题 其实不算特别简单 它是因为过去的时候 那刹那就是出现的答案太快 很多同学提点就都听不到 有些同学就选错原因 但那个题 其实做题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说的这一点 就你听到他说什么 还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他里面会有类似于 跟这个第五题很像的点 就我不再多说了 等到你们做作业的时候 我也有作业视频讲解 然后我会提到 然后所以说你们再去感受一下 把它记好 好吗 刚才有二 说 然后 就是说 我再说一下 就是当 比如说你的问句的时候 人家问你说 比如说 你们这提供午餐吗 就是 那基本上 无论题杆上是什么样的东西 lunch 就是你要的答案 就你的问句里面 是这种一般疑问句 用yes on the 来回答的这种一般疑问句 里面 跟着的中英的单词 就是我要的答案 那如果这个第五题 不是很明显 我们再听第六题 I prefer I mean I like young children 这第五题 我喜欢 有的学生为什么错 就是你听到 原文是说不喜欢什么 他就说了喜欢学生 所以当你觉得是 学生是选 还是排的时候 其实后面就已经出现了 but I'd like to be with older people 你也不是你 你现在听我知道 每个人都能听懂 他说他更喜欢跟成年人在一起 是吧 但是考试丽莎娜 你就会忽略掉一点点 所以说这种题 就是它比较细节 就是有的时候会难 you know adults someone around my age 所以说听懂的话 就是说是你们刚才说的那种 但对于我来说 做这个题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说 要不要孩子 你就知道孩子是我的答案了 我们再看第六题 特殊信号词 从一点换一点 五题讲完了 要看第六题 and what about pets what about pets 他说 这个题就会更明显了 对吧 他说那动物 那宠物呢 是吧 what about pets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用去想 当你不认识 no objection to的时候 pets就是尿的答案 当你不知道 no objection to的时候 你不需要知道它 what about pets 我提说完以后 下一题说的是宠物的事 那宠物就是 no objection to pets 可以吗 这个是说 我说的这种做题的技巧 那么no objection to 是什么意思 它指的是不反对 不反对 好 I am a veterinarian so that's fine the more the better 嗯 不反对 在这儿fine是可以的 好吗 我们把五六连起来 再听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道题 对 学术 因为 因为真的是 我们这是学术的英语考试 就里面这种东西很多的 我们再听一下 20周园 in the advanced english studies because i need help with my writing and i'm nearly at the end of my first five week course okay do you have any preference for a family with children or without children i prefer i mean i like young children but i'd like to be with older people you know adults someone around my age okay and what about pets i am a veterinarian so that's fine the more the better 好吧那这个应该没啥问题了吧 我觉得应该讲清楚了 那我们现在 对一般一文句里面直接跟着的90%是答案里面的 我们下节课马上就会遇到 就不是我可以选的 就经常在生乱师这么去考 你自己做练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 好吗 他一定会把这件事的结论写下去 对吧 包括有的时候他会探讨一些磨能两可的问题 就是你不是特别清楚 你当你知道到底选那个选那个时候 你比如说两个人经常 这不是Sexual Conversation吗 填个表格干个什么经常试 他有这么考 真题里有一个这个题 他说 问你的孩子有多大 他我孩子是三岁到四周岁吧 然后男的说 OK I'll put four then it's shorter 他说那我就写四吧 四会短 就那你这时候就在想 我他写四呢 我还写三到四岁呢 因为人家问的是 因为他题目上没有说 就是你写在表格上的是几岁 他没有这么问 他问你是孩子多大 孩子的年龄数多大 你的依据就是说 最后他结论放在纸上的这个是谁 你就写谁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你判断的依据 好吗 嗯 这种啊 有一些是相通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其实是我 呃 今天讲的特别重要的 其实在我们的工艺课堂上啊 就是说也提过 就是做填空题的一个 就是这种挖空题的一个核心语语片 语片段 但是呢 对那个报班的 对你做过是吧 嗯 有语 我忘了那是那是哪篇了 但是有那么一个提四 然后这一篇是四三一 你们拿出来 讨论经常会这么出吗 嗯 对经常 讨论经常会这么出 尤其是section one sector也不多 sector one经常这么出 而且出现的时候 往往就是他 更多的几率是答案 我统计过 好吧 然后我们看 这一篇 这是第三套卷的section one 嗯 先忙做一下吧 这三个题你忙做 好吗 你忙做 然后你们自己选一下题 然后忙做完了之后呢 让我再讲 我导个音频啊 三个 三个都做啊 Yes that's right I'm still with a man Yes and I flat too remember I'm in twenty dollars and sixty dollars I'm I know quite a bit about what you want 第一页 第一页 我是倒回去的 嗯 What now 往前倒一点 好 开始啊 PVD 然后四三一 啊 准备好了吧 我们开始了啊 好吗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同学 看下几个题 啊 他的字符要求是 no more than one word 只能填一个词啊 三个都是一个词 OK 我们开始了啊 三二一 开始 I should let you know that your rent will be 160 dollars per week You'll have to pay me 320 dollars as a deposit before you move in The deposit is as insurance in case you break something You'll need to pay monthly to me by cash or check I don't mind You don't need to pay for gas electricity or water but you will need to pay your proportion of the phone bill most families do that on an honor system but you'll have to wait and see 嗯 Have you got any more questions for me When will you know where I can go I'll work on it now 好 我先说第一个题啊 第八题是个简单题 我就带着想做 其实我主要想讲的是 第九题 然后第十题里 有一个小音变的东西 要跟大家说一下 他像梦一样过去了 好像三个都过了 是吗 Rent Deposit Rent Deposit 我怎么这么开心呢 后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嗯 我看那是谁 嗯 好 好 我再看你们的啊 好 好 来我倒回去啊 你看啊 我先我先说一下这个 做题的原则 首先啊 语音片段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比如像第八题 它虽然很简单 但这里有个数字三百二 就你一定听着的这个东西 跟三百二要挂钩 这他一定要挨着三百二 好吗 我先说到这儿 然后九呢 这种语片段 我说一下 填空题 就是考试在挖空的时候 他怎么去出题 原文中他会有 有这个 比如先出听力原文 我要出租房的 对吧 大概是符合这个字数背景的 把它录成音频 好好就说出题行了 你看整个这一篇里面 他那个时候 题型配比就比较丰富 就最早的时候 比如他会有这种 像那个一到四 信息表格题 问你一些基本信息 年龄出信息表格题 特别容易 后面呢 就是他比如选择房子 你看第五题 双人间 单人间 还是三人间 就选择房型 容易出成单选题 最后呢 他凑不上这个字数了 他凑不上题型了 他就出成了这个填空题 那现在考试考填空题比较多 因为填空题比较好出嘛 所以就基本上意思都是填空题了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来啊 我现在来看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 就因为他肯定是 呃 要从原文中的这个意思里面 按照顺序去挖一些空 那你在做的时候呢 就是呃 你不要去看他整体意思 因为我猜呃 有一些英语基础弱的同学 是一道basis 你看完了 其实那一刹那 你也不知道这个横线 到底让你填什么 或者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 有这样的同学吗 肯定是有 所以说就是也没什么意思 就碰到一些题 跟sx1你可能就有到 看不太懂题杆 有对吧 一定会有 然后呢 对 词性是形容词 但你翻译不出这句话的意思来 你翻译不出来 所以你不需要翻译 你在审题的时候 填空题是特别省时间的 你就这么看 she通篇都有不坏 nees通篇都有不坏 pay the rent 付房租 有长金感 好 我也把它画下来 后面是buy 肯定不坏小词嘛 casual check 有长金感 现金和支票 我要画下来 他说一个basis basis也不坏 没有什么意思嘛 剩下一个东西 所以在做题的时候 听到一 二 这两个词的前面中间 后面出现的重音的单词 就是你给第九题的答案 然后第十题 he不坏 nees不坏 pay 花费 叫付款嘛 可以画下来 part her part 他的那部分 因为付整体而他那边不一样 账单 好 换到这 这是我审题 然后那现在我说一下这个题 我来如何去听 我们先来听一下可笑的第八题 看 第八题错了这么多 其实他也不应该 60 60 那 flat t remember i'm not used to a big house with a garden swimming pool pets and all that ok fine i know quite a bit about what you want now i should let you know that your rent 一个重音是rent 房租 好多选了他 但是你不能听到rent 就写rent 你可以记住他 但是你要判断他旁边有没有跟着三百二 你跟着三百二 他就答案 没有跟着三百二 这个这么重要语一片段 那rent就不是我要的答案 往下听 will be 160 dollars per week 他说的是160吧 所以肯定不是rent you'll have to pay me 320 dollars as a deposit deposit deposit是什么 就是你们写的那个词 DEPOSIT 指的是那个押金 好吗 三百二是押金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等于是自己是 就是促心 错误 而且我再说啊 假设你没有听到三 就是三百二 你听到rent 一百六 通过我的背景知识也能蒙出来 这个是 这个是 押金 就押金 有的时候付一个月 有的时候付两个月 也比较正常 明白吗 如果你听到租金一百六 又有一个三百二 就我猜 他有可能是押金 deposit 对 两倍 对 就很多蒙题的方法 咱们以后上课的时候遇到 我会跟你讲 遇到给你讲 但这些都来自于你要看 听听大分为看的 感觉比较熟 那第九题我们来听啊 你这个时候去往下听 大家提过了 我们来看第九题 有没有pay the rent 有没有casual check 往下来 对 逻辑很重要 对 而数词现在遇到的题也比较少 如果实在不行就算了 短期考试的时候 我不要了那个空 还不行吗 嗯 九天押金也是两倍啊 不知道 出去的时候都不是我付钱 对 我是个连信用卡都没的人 所以说我也定不了 来第九题啊 嗯 before you move in the deposit is as insurance 你看中音 我只听中音单词 deposit 哦 还说第八题呢 没关系 往下听 in case you break something you'll need to pay monthly you'll need to pay monthly to me by cash or check 听了没有 他先说的是 you'll need to pay 我是懒 跟仙女没关系 monthly to me by cash or check 你们泰尔老师才是 真的是仙女 犯的生活 paymonthly cash or check 我就是个女屌丝 千万别见我 然后他三个中音单词 paymonthly cash or check 听这个中音 所以说pay 等于pay the rent 因为他省略了rent 就因为上面在收房租嘛 然后cash or check 后面是有 所以你听到一个中音的词 就是monthly 原文中有 空中没有 他要跟着语片段 那这种题 必然是你要的答案 section one的语片段 你就先做成这样就可以 section four的时候 会有深入讲 那个是在第五节课 会深入讲 所以目前你先知道 从这个样子就OK了 我再倒过去 你听一下第九题 我是引述 想这么重要的语片段 做题方法 不需要记 语片段不需要记 需要理解的 往下我们再听一下 I know quite a bit about what you want now I should let you know that your rent will be 160 dollars per week You'll have to pay me 320 dollars as a deposit before you move in The deposit is as insurance in case you break something You'll need to pay monthly to me by cash or check I don't mind 你看到 是不是最重的中音 就是这几个词 pay monthly cash or check 所以我说 咱们这儿不是有一些 三月份以后 或者更远期 在考试的同学吗 如果你听中音 不是很明显的话 你可以专门做 比如把每天题 按照我的作业的 三遍要求 我会去说 做完之后 加个第四遍 你就去做 不做听写 你就听 或者你听也可以 可以写 就只把句子里的 中音的单词写下来 然后成年人 怎么去理解意思 不要把所有的单词写 你看到这个pay monthly cash or check 在租房场景里 你能想到什么 我是付房租 对吧 为什么会有现金和支票 付房租的形式吧 现金和支票的形式付 那为什么会有monthly 我每个月去付 所以这句话的翻译 就出来了 就你一定要用你的左脑 去理解它的意思 这种能力做好了以后 对你出国听课 是真的特别有帮助的 就你自然人的理解力 就增加了 而且比如在做到客观题的时候 有一些听重点信息的能力 听细节能力 你上课的时候 你也会特别容易去抓住老师讲的重点 我说你出国以后 好吗 就是所以说 dictation做经听的效率 为什么低 你不需要去听那些小词 听出来对你来说太困难了 也没有必要 跟做题 包括跟你日常生活 都没有一个必要的联系 明白吗 等你出国久了 先抓重音 时间长了 那些小词 自然人 你就听出来了 是这种 第九题 我讲没讲清楚 讲清楚 是一 没清楚 的是二 第九题 讲没讲清楚 讲清楚 是一 没讲清楚 的是二 二 二 哎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话 是我卡了吗 我看看 有人跟我说 为什么呢 what happened 非常清楚 是吧 好 就是刚才忽然有一段时间 没卡 是吧 好 就忽然就觉得 字幕不再谈目了 我以为 我以为出现什么情况 就一般是OK的 我们家网还是比较给力的 然后我们再看第十题 第十题再做一下 你看啊 他说 因为租房场景里 遇到的账单 他们三个很OK 但他们仨是并列 所以要选一起选 要抬一起抬 所以不对的 所以肯定不选他 然后看有的人来了 我知道这个 这个词是这样 听不出来不代表 你有问题 因为他有音变 你如果只给我这一个词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你必须给我背景 but you will need to pay your proportion of the fine bill 他说your proportion 你那部分 your你的也是重音吧 后面他说什么bill 我知道你们可能定位到那个地方是OK的 但是可能就想不出来那个词是谁 这种时候怎么办 一定要通过你强带的背景知识 有些人可能本来就知道 有些人可能通过看基金是知道的 我们在讲到付房租的时候 谈到的正单 除了燃气费 水费 电费 还会遇到什么呢 对 电话费 或者是还有网费 当你知道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把它变成了选择题 那我问你听到像fan一样的词 你会想像谁 他肯定不是fanbill 电话 是phone 这是音变 他说还有一点口音 好不好 所以说你听的时候 这些你怎么能听出来 是不是还得来自于你对基金熟啊 混个脸熟 经常看一看反应反应 明白吗 你哦你知道 哦 做方常经常这么考 因为这个题是见词的 考试的时候也会考05年的题 考试的时候 你要知道考试这样 虽然考11年的题比较多 但是也会考04年 04年你知道什么时候的题吗 我印象里 哎呀暴露年龄了 你们不要猜 猜了就要卖掉你们 然后我呢 第一次考雅思的时候 是在05年底准备 06年初考 嗯 那个时期 那个时候我四岁 所以说 就是那个时期 我印象里 见三见四就有了 那时候是刚出见四 现在出见乔出的比较频繁 之前是 好久才出一本 两年出一本 是这样 对 所以他就前面出的特别慢 所以真的见四 是那个时期的了 但你考试的时候会出啊 05年的题也在出 好吧 嗯 好了 这是第十题 好吗 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九题 那忽略年龄往下看 然后这个是没问题吧 如果没问题的话 咱们现在课先休息一下 咱们休息十分钟 七点四时开始讲 然后之后我们去做 就是键十一 有一套 就是十个 就是十个完整的题 就是咱们每次都要回归到一个 现在考试的一个难度的一个题目 好啊 那咱们七点四时回来上课 七点四时 我把录播关一下 转存一下 今天 我想想 七点四时 诶 我看看就是 咱们讲了多少时间 讲了一个半小时了 是不是 下半节 我觉得差不多在 四十做八点半不行 我就得八点四十五吧 八点四十五 差不多能下课 想说明天 我跟你讲 我要是没有我们家记载饼 我还真的给你讲到明天早上 我超喜欢聊天 我就可以跟你们一直聊 天天开始直播 在这说话 我下一个 我下一个这个营胜 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搞一个什么直播 他们说直播行业的人都是比较 undereducated 对吧 说我这个教育低下 也行吧 反正学历确实也就是 就是没上研究生 我看看 这是 鲁瓶 这里面是这个吗 看看 开始 19年的第一期课 1月9号 你要听课 你要对 你就不用 不用 这个听力的背景 就听力 为什么我不给你同一期 真的不是说你们 那自己检查答案 有一句 虽然是选择疑问句 但按照顺序 去挖一些 说太困 那个时期 好 这是109 109 不对 1.9 不对 可以这样 1.9 然后是第一次课 第一次课上 1.9 第一次课上 好 嗯 好 我去倒个水啊 什么的 我先离开一会儿啊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刚才我看那个 回忆一下 就是看一下录片怎么样 操心的孩子妈妈 还行吧 嗯 我先我先 那个出去一小会儿啊 喝杯水什么的 我先关个话筒 一会儿啊 一会儿回来 咱们 我先过来 那我先来 我先来 这一会儿 对我先来 与 field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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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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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在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如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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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写 拼写上 因为拼写未来还会遇到一些我要跟你说的 咱们不刚才记了翻音吗 然后你们还可以记一个拼写的 好吗 我就先说这些 这块记好了吗 记好了随意 功绳和升 是升吧 我也不是分的那么轻 对 反正总是就汉语我也不是很分 英文也不是很分 反正就是个杜兰衡 我会写 好 那我们玩下先题 这样 然后这个在审的时候语一片段 就是你看审题的时候 因为他有这个钱 我不画 大常常经感吧 这肯定要除 所以man how sat day要画 evening要画 但是或者你把它两个都画起来是ok的 这是语一片段 语一片段记住啊 之间是不用记笔记 就你去理解 他没有轻重主次 他们都是一样重要的 就是句子里出现的一些异群 那么这些异群在原文中肯定是有体现的 只不过是以何种的形式 比如同一次替换啊 或者他顺序啊 这种啊 而第三题 250 deposit 画下来 然后付款 画下来 require这种 不画的太虚 不要 第四题 他说cost includes use tables and chairs 要画 桌椅嘛 and 看到没有画一个圈 这种 我们不上几课讲过了数字的并列结构嘛 对吧 还记得吗 就是咱们上来讲的第一篇 他说good shopping还有那个是variety of 等于是guided tours 两个东西在 那么横着他也是个并列结构 A and B的这个结构 考试中现在有的时候 他maybe有的时候会先说比如四空 然后再说tables and chairs 所以你要有这个意识在 但讲了两件事 那下面就是25 做个定位就好了 没有空的这种 如果有特殊明显的 比如说像什么CO2啊 什么二氧化碳 两期啊 日期啊 地点啊 数字啊 画个定位就可以了 剩下的不用看 考试的时候 卷子上可以随可以随意图画 但是你不能在非卷子的外面图写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考试的时候 前几天被取消成绩 他写完答案了 写的都挺好 然后我预测 那次中了是50篇中了两篇那次吧 对 他写的特别好 然后他是想 把答案记在一张面筋纸上 就纸巾上 然后想回来以后 核对一下他的答案 他自己写了多少个 然后考试将军 让老师提醒他 你放笔 他就还在那写纸巾 然后老师把纸巾没收走了 然后说给他那个成绩作废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别手切 但卷子上你可以 就是画这些符号是没问题的 他为什么卷子收回呀 就是因为他怕这个题留 留到外面去 所以我在说 我应该想着 干个什么 这个雅思 雅思比是考官的这个事 就不挣钱 但是就觉得可以进去以后 比如说要是敲摸了 但我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 这些心理素质好的人 就你可以把那个题拍出来 然后偷偷把录音录出来 这就好了 对吧 但是不过我会被捉起来了 算了 还是胆子太小 还是平平安过日子吧 然后就是这个 先四个题 我们先做前面四个简单的 来一起听一下 你们有一些东西要讲 我现在就等什么呢 就等什么 讲房间 对吧 等一百 等room 等cost 然后这些词 没有讲到房间 不听 你可以 就是很轻易反应出来 反应 反应不算无所谓 反正没讲房间 往下走 let me just see yes we have both rooms available that evening there's our main hall 嗯 你听 这是一个三破 这是我 我没有 这是一个三破 是吧 反反听就可以了 对 顺便还可以走个神 聊个天什么的 that's got seating for 200 people 嗯 两百 好 下面开始要说第一题了 对心本特别紧张 我们一起来听 or there's the charlton room 他有说到另外一个 room 我们虽然说他很有可能 是我们家有答案 sorry the charlton room c h a r l t o n 那我说一下 应该是这样 c h a r l t o n Charlton 有错的吗 对的就不去说 有错的吗 错的举个手 两个爪 说一啊 我看一下 有没有字母听错的 就是字母听错的同学 短期这种问题不好进步 就哪怕我有数字练习 会分享到群里去 你做了 你也不太能 把它练成怎么样 我讲了原则不太能 你把我的微课的四个pp拿去 然后看好 如果是就题 遇到的地址 很有可能是那pp里面的 c必须要大写 我再说一下大小写 拼写啊 再在拼写地方 寄一个大小写 大小写里面是寄什么呢 第一次听错 第二次听对啊 好 我看是听要 好 嗯 是这样 就是地址 人名 月份 星期 记好了 手字母 需要大写 剩下的无所谓 就是什么 遇到一句话 据手空 然后你就写出那个词 必须得是大写 不需要 就是写词就可以了 可以 可以都大写 但没必要啊 你都大写 你不书写 不方便 你腾抄的时候 你也会有问题的 有时候你会腾抄成 这个字母大写 那个字母就小写了 在一个单词里面 明白吗 记住地址 人名 月份 因为月份 星期间 你从学的那一刹那 你就手字母大写 当你手字母不大写的时候 可能你还不会写了呢 对吧 无外乎就是人名和地址 所以没啥好记得 明白吧 这是一个听写啊 其他不重要 好吗 然后这是 我们再听100 有没有100啊 好 所以这是第一题 做实了是答案的 这种可能性 不是可能性 他做实了是答案 我们听第二题 我们听第二题 我听到了两个名字中音 就是dinner charity 你看啊 嗯 我这里插一个 跟做题五关的东西 虽然dinner和charity 跟我做第二题 一点毛线的关系都没有 就是说那种 比如听力不好 你想出国生存的同学 请你听过来 dinner charity是中音 你回去自己去练 我课上不浪费这个时间啊 因为主要讲的 不是提高你的听力 听意思的能力 但是这个其实你可以自己练 你听到了dinner 听到了charity 你认识两个词 你能不能猜到这句话 说的什么意思 我们要 可能他们要做 为什么 你看主题是说 租一个公共的public room 干嘛呢 讲目的吧 他们要做慈善 要安排一个晚宴 你不需要去听一些小词 这个叫成年人的理解力 完爆 好吗 来 所以说 就你要这么去思考啊 对 这不需要听了一些小词了 然后往下再来 我在 所以说你看啊 当我在练习的时候 我只听中音 只不过做题会比翻译意思 你看 你听到中音单词 反应意思的时候 你去翻译它的意思 但是翻译意思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让你听音 平大脑的位置之后 尤其是我们做到 从下节课开始的题 可能就不像今天这么愉悦了 明白吗 但有些东西是通的 呃 所以说你就干脑 所以说你就干脆不翻译意思 然后你反映它 做题是否有关系 当我听到 dealer charity 中音的词 ok 跟我的门号 satch day evening 没有关系 不反应 往下走 就是你只不把他翻译的时间 变成了你去想做题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你的正确率 和跟音频的速度 就会更准确一些 来 我们再往下听啊 中音 你知道我在想的是什么呢 呃 这里出现的一个中音的单词是people 无论刚才那个数字是多少 不是我要找的 因为我找的是前数 他这里说的是people 但是啊 就是说你在做题第二遍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一下 他出现的这个数字是谁 你们抠一下 是150还是115 然后一会我还要说一个翻译 就是50和15的翻译 虽然我觉得短期 你们也练不出来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 呃 你看果然是 果然是错的对的都有 行 成 那我说一下啊 这个是多少秒 三分四十八秒 三分四十八秒 扣在这里 三分四十八秒 记录在这啊 四十八 到这啊 那我回到上野 呃 我换一个地儿 那会儿 我很聪明的 你看 我只要把这个框框拖走 就是白板了 鼓掌 然后 别理我 别理我 啊 就是我那么多么无聊 然后记一下就怎么说 他是比如说 嗯 我这样 我插入这种 我给你打字 可能会更清楚 嗯 这种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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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怎么是 插入插入 对 文本框 或是横排 横排文本框 啊 好 比如说 呃 150 我是这样 我打一个 你们记一个笔记 记在那个还是发音里面 好吗 跟发音的那块记在一起 把字打大一点啊 比如150 150 他结尾的尾音的时候 是这样 是 T11n 是这样 所以这个尾音是怎么发的呢 他学发的是 音标在这里啊 就是说 他叫 嗯 是这样 然后那么50呢 我别说150了 我说50吧 加不加100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15 然后是TY结尾 那么他是 等于是T 是这样的翻译 TI 哎 他是给的比较的轻 TI 什么 什么TY 哦 哦 写翻了 嗯 赢了赢了 我说你们在画画 在说什么呢 来 这样来 这总对了吧 刚才是给你们一个 递锁的机会而已 来吧 继续来 然后这个 所以你看 发音啊 15的发音的尾音 比较的重 他说是 T T 就因为他那个E比较长 特一T T T 对吧 而且重音 他是在这个地方 我重音 我没有办法标重音符号 所以我就有一个星号 对 用一个星号来代替 所以说他等于是 15 15 中音在后面 那50的话 就他的中音是在前面 所以他是这样的 是 50 50 50 所以说他会比较轻 就当你听到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 你蒙就蒙50 听得清楚一点的时候就蒙十几 就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啊 对中音位置不同 而且15的尾音会更重 所以我倒过去听一下 刚才我们出现那个 150是怎么出现的啊 我们听一下 来 三分 四十八秒 这个会比较轻 T 嗯 倒还是倒一点 L T O N 倒得多了 That's got seating for up to 100 Well We're organizing a dinner to raise money for a charity And we're hoping for at least 150 people 你是不是想听 150 就他很快就过去了 就是等于就带过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 你没有听到很清楚 尾音的时候 数字的时候 你就写个 呃 50 对150 好吗 我往下听啊 但是总之像做题的时候 比如说听不出数字的同学 请你莫要着急 因为这个时候 他讲的是people 不是money 所以不是要听 我往下听 So So 记住这个So I think we'll go for the main hall 好 大唐出现一个语语片段 How much would that cost? How much代表出现我第二题的钱了 Let's see You wanted it for the evening of September the first? 出现了evening中音对吧 Yes That's a Saturday Saturday出现了 但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出现任何银钱 所以后面出现银钱的时候 然后我就要把它写 后面跟着谁写谁 因为这三个语语片段 全部都出现了 所以跟着最近的 肯定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那往下听啊 So From6pm to midnight 这里又有一个So 记住这个So That would be 115lbs 是多少 是多少 这个尾音觉得重不重 觉得尾音重不重 一来一句 对吧 听出来 还是可以听出来了 对 他说是pounds 所以写下来 对 你就这么区分 几时和十几 好吗 嗯 就这里啊 第二题 再往下 他还有一个迷惑 你的选项 That's the weekend price Weekend 代表 Saturday evening It's 75 pounds on weekdays 工作日是75 对吧 你就是总结的时候 你也知道 他出现哪些迷惑 你的这个选项 那这里我想说一下 这个So 记在那个 就是通用原则里面 筆迹的通用原则 那个地方 写一句话叫 结论性质的词 结论性质的词 后面是答案 以前记起和听 每次都纠结半天 什么叫记体和听 我没明白 TY 嗯 啊记体什么啊 记体和听 每天都纠结半天啊 嗯 然后就是说 我先我先记这笔记 结论性质的词 后面是答案 结论性质的词 后面是答案啊 就是说 他肯定是 为什么是把那种 一件事探讨的一个结果 他肯定成立在你的券面上 如果这个结果 你听出来就证明 这段你去听懂了 好吗 所以So 是其中一个 我先不总结 你先控着 后面还会有 我 其实前一两节课 大体的方法的框架 我会给你摆在那 但是后面讲难题的时候 就是三四五六的时候 讲一些 六不难 六只是低图题和流程图题啊 然后就是五 其实也不难 是三个声后的填空题 其实最难的是 就是三根次这两节课 这两节课最难 那讲到那种难题的时候 我会让你不断的透入 你要自己去总结 而遇到某个词 它是中音的时候 你要想 这个是方法论里的哪一点 这样的话 你才能真的变成 你自己的东西 好吗 我就先说有这一点 后面留点空 还会往里面补词 我们遇到一个so 所以这道题 他说了so 他说 I think 我们要去闷后 什么后面跟着这个事件 这是一个结论性质的东西 他的结论就是这样 去这个地方 对吧 然后什么时间去 给了多少钱 第三题 我们往下听啊 因为第二题比较简单 我们往下听第三题 That's all right And I have to tell you There's also a deposit of 250 pounds 这里出现了重音 deposit 也出现250 我说过 我们自己四大同一次 替换的类型之后 我让你空了两行 不是两个特殊结构吗 这个时候可以记一下 那这个特殊结构就是这个 就是说 A 记得那个 知道我说的哪个地方吧 A of B 就是同一次替换 四大同一次替换下面 两个结构里面 其中之一 等于B P A 就经常这么去出现替换 比如说 他说 原文中这里就出现 他deposit of 250 pounds 原文中这么说的 但是你看题杆中是250 deposit 250 deposit 是这样的一个同一次替换 这道题只不过是跟空没有关系 但是到了section4 比如说 这个of前后连着空的时候 你就有这种概念 它很有可能出现 B在前面再出现空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好吗 这个应该是记好了吧 我往下听啊 我觉得不难记 那再给十秒钟再记一下 我喝口水 好 往下来 往下听 什么叫一下梦了 没听明白我说的这个A和B等于B撇 A是什么 我讲的哪梦了 我说我说那个我课会讲的很细的 你们有问题就有实时互动 就是咱们只要就是不是说讲了好多遍的东西 撇是啥 撇 这里面虽然没有撇 它是直接 因为它是数字嘛 比如说 我们有这样做题的 就是比如说 我拿文字去取例子吧 我们session4后面有一个这个题 我在那个故意课上讲过一个题啊 那拿过来写 比如说叫 呃 Earth 然后等于 Earth Earth Surface 就是 它相当于就是 比如说相当于地球的表面 这样相当于地球的表面 虽然它没有那个撇吧 就这种好吗 然后 它的那个题干是前半句 它说空 of earth 所以我就跟同学说 在工艺课堂讲过这个 我就说你说等于 比如说Earth 什么东西 就possible 有可能这么去出题 然后那个题果然就是出现Earth Surface 就类似于这种考法还有 我们上课还能预得到 好吗 对 祥明sbook 只不过有的时候 就是它那个所谓的这个p 它就不体现出来了 好吗 嗯 好啊 第三题 我们开始听 No damage But we do insist That this is 这里有一个重音是什么 那个单词给我写一下 然后我写出重音同学 你听出来的话 我说为什么让他去听 因为你们都听过我的公益课 不是让你听BUT 我说BUT 后面不一定是答案 对 Do insist insist是什么 有谁知道 But we do insist 我们真的是要坚持 度是强调 对吧 那 这是啥 听过我公益课 你们都听过我的课 But we do insist 表示观点性质的词吧 发表观点性质词 对吗 所以记个笔记 就是你看 如果听过公益课 你知道观点词 后面是答案的话 这个就是高中听 这是什么 这塞成案嘛 你还没听二三四呢 那你是没做过后面的吧 就是观点性质的词 咱慢慢来 这是唯一一节课简单的 观点性质的词 因为身为老师 课程也要都讲嘛 对吧 然后我想的是方法论 到难题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些有多重要了 观点性质的词 后面是答案 也是记在通用原则里面 然后比如说 你再把这个insist写在旁边 坚持 就是说考官他听你的事 比如说把结论听没听清楚 别人的观点也没有听清楚 所以后面这块一定会出题 他说but we do insist 不是听的bad 因为我听到insist 他在坚持他的自己的一个观点 后面听到的重音单词 就一定是 对believe也是 对公益课堂 遇到的是believe 好吗 不多总结 然后最后我们还会上课的时候 还会遇得到 往下再来 你先知道原则就好了 听到重音单词是什么 paying cash 你就听到了cash是最重吧 cash就是人家的答案 cash sh 大舌头了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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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ing cash 对paid 等于的是payment 我问一下 paid和payment 是咱们刚才讲的地级正统 同一次替换呀 咱们讲地级正统 同一次替换是paying cash 雌性的替换对吧 嗯 对 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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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举一反三 好吗 中音单词这是答案 这是第三题 我们再听第四题啊 we don't take cards for that you can pay the actual rent of the room however you like the cash cash credit card check 废话 well I suppose that's okay 你看 三十万一文一答 换一题 三十四也是这样的 三万了应该是到四了 OK so does the charge include use of tables and chairs and so on 出现了桌椅 oh yes and what about parking what about parking 是不是听到这儿的时候 parking就已经是答案了 当时一开始做题的时候 反应过来 这是刚才讲过的 一般疑问区里面 带的东西 百分之九十可能是答案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它有可能是答案 因为有的时候 它后面说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就忘记了 有 所以你要有这个意识在 parking有可能是答案 往现在再来 听它判断是 还是不是 还是要听一下的 yeah 果然是 所以四题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下面看 第五题和第六题啊 这一组呢 相对来说比上一组 会类微难一点 我先审一下题 这个是在四分五十四秒 四分五十四秒 我记一下 四分五十四 好 我先审个题 然后是这样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会儿听二十五 然后二十五没到的时候 就证明这个题还是没到的 我从这开始看 然后before the event 什么license放在这儿 这儿呢 need不用画 联系要画 caretaker这种人的职业要画 Mr. Evans要画 in advance要画啊 好 这是神题 就是语一片段 就是画全 只是把它分成一段一段了 因为四个东西都会出现 只不过以何种顺序 所以说我都画 然后也不用去想它的意思 这样神题速度会很快 四分五十四秒 四分五十四秒 在这里 好 我们一起听 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玩一玩手机啊 然后吃个饭 无所谓 就范范听着看 能不能找到二十五 是吧 又又这种感觉 找到二十五之后开始听 然后听before you went 听license旁边一个重音的单词 然后往下听 and so on oh yes and what about parking yeah that's all included the only thing that isn't included is that you said you were organizing a dinner yeah well you'll have to pay extra for the kitchen if you want to use that it's twenty five pounds it's got very good facilities 听到那个25 pounds吧 就是在我在回了个微信的时候 然后我手慢了一下 出现了 然后扫一下 刚才有那个元素 我说arrange要换 arrange之中 我觉得都可以不需要换 因为感觉它 不是一个特别实实在在的东西 但你坏下来没什么问题 坏下来没问题 但我觉得可能 它有可能会被替换掉 听到了 对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走神了 我跟你讲 为什么要这样走神的时间 是因为最后在做审题 套题把控的时候 针对比试的同学 你肯定是往后去看题 但你们现在看题的时候 就是三个人开始之前 先看二 对吧 二看完了你就看三 有的时候可能二看不完 一就开始了 回来做一 一结束之后呢 想刚才二看完了 我就再去看三吧 你们大多数都是这样提前看题 不是的 就是它其实很细 就是不同的配比 不同的提醒 不同的分数段 要做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老师最后一节课会讲 就当讲完D2D 六升2D 最后会讲那件事情 教你怎么看完题 那比如说对于这道题来讲 次结束 我开始之前 有一个明显的25 所以像这种题的时候 我会在这个时间 再把后面的五六七八九十 我画过的符号 我再看一眼 就是你画的符号 你看的变数越多 然后其实 你的正确率就会越稳 明白吗 就我练的是这种东西 我经常 我跟你说 我在做题的时候 我能把题看两遍 不是我越多速度 真的比你们快了那么多 就是我特别会利用时间 明白吧 记住这种感觉 那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会有用 那我们再看第五题 那现在听 before the event bookers and fridges and so on OK Well I suppose that's all right We can cover the cost in our entry charges Right So I'll make a note of that Now there are just one or two things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before the event before the event 黑体字 For example you'll have to see about getting a license 中音 唯一的 before the event 唯一的中音 就license 前面没有中音 那答应就在后面 if you're planning to have any music during the meal 你听到的 两个 其实算是两个重音 有一个最重的是music 还有一个是mue 最后还有一个mue呢 对吧 嗯 然后我先问啊 就是说 答案是music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就是说 你其实听到music 但是只不过 你觉得啥玩意 叫music license 你没敢写 有这样的同学 请举手扣个1 我觉得应该有 我觉得应该有 然后你看 果然有 就是你不用 就是你知道 有的时候 为什么听意思 不靠谱 哪怕section line 就 对 对啥玩意 对这种东西 不知道 不会想那么多 所以听意思 有的时候 不如做题靠谱 对 你听到这个 就写它 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跟着license 最重的一个重音 就music license music可以做 形容词 可以做名词 对吧 music license 可以的 放在这儿是OK的 就写它了 好吗 那假设有的同学 听到music 听到mue 我教你怎么选 他说 什么什么 of music during 你看是这里 他原文中有一个 他说during the meal 你记住啊 其实你像 during the meal 表示什么 表示时间吧 就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吃饭的这个时间 你记住啊 如果这道题 不是问你的时间 它不是问你的地点 比如说 你听到during the meal 这等于算是一个 如果语法好的东西 你就知道是状语 明白吗 在状 时间状语 或者地点状语里的 这种单词 哪怕它是重音 又跟着一个语片段 你不写 它肯定不上的答案 一定写另外一个 比如说什么 在哪天 或者问怎么怎么样 跟着这种词后面的 一定不写 好不好 嗯 music 对 就蒙对的 可以啊 就这种 你听到license 听到music 很重 把它写 学生就ok了 这第五题啊 逻辑不复杂 我现在想说第六题 第六题不会做 因为是好多同学单词 不会 那这个怎么办呢 来自于基金 你如果看基金多 这个单词一定是认识的 那么我现在问的是 哪怕你把第六题的答案 写出来了 那现在为了做题方便 contact是一 caretaker是二 Mr.Evans是三 in advance是四 我想说一下 这四个语义片段 出现的顺序是如何 最主要的是 先出现的是哪个语义片段 两个问题 我们再听一遍 刚才没听到答案的 去听答案 听到答案的 告诉我四个语义片段 谁先出现的 来我们开始听一下 oh really it's quite straight forward I'll give you the details later on and about a week or ten days before your event you'll need to contact the caretaker that's Mr.Evans to make the arrangements for entry he'll sort that out with you 好 到这里啊 先说答案 仍然没有听到的 然后是二 仍然没有听到的是二 然后听到的就写答案 先说第六题 咖啡猫 这个名字好可爱啊 加肥猫是吗 我写看错了 是咖啡 还是加肥 加肥猫是吗 你扫过去了 没看清楚 来 我看看大家写的 好 好 就是没写对 就是基金看的 这个不着急 我跟你讲 基金看的多 这个题经常出现 就是entry entry 这个词 他说 他说原文中 听到了arrangement 可能有些同学 就是in advance 没听到 对吧 但是你们都能听到 contact caretaker Mr.Evans 然后你也能听到 arrangement 是动词和名词的形容 这个词性的替换 然后有一个是entry 好吗 entry就指的是 安排入场 是这个意思 entry 我觉得还好吧 这个中音 它不是那么重 就是它不是每一个中音 一定都是那么突出 但它也是一个中音 那么在这里 在一二三听到 对于这道题 locate到这个 entry的位置来讲 其实你不需要知道 in advance在哪 但是 咱们不都是 要七分以上的目标吗 咱们至少也得 六点五分以上的目标 对吧 大家是这样的 作业不需要 你做的多 你现在考期那么紧 把我的课一定要听好 至少听两遍 直播一遍 录播一遍 至少听两遍 这种 然后 你在做作业的时候 第一遍是正常要求你去做 像现在这样去听题 第二遍跟我一样 一个一个题分析 就当你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时候 你除了想空力的答案 你需要去想 所有 比如填空题 填空题这样要求 是所有的语义片段 在原文中是怎么出现的 什么样的顺序 你最好是不听原文 把它推理出来 好吗 这种才是成功 那所以刚才 in advance 有同学写对了 它是四个语义片段里面 最早出现的 它如何出现 它是一种解释 就你特别不容易听到 因为我都是在 做一些举一反三位 难题 做准备的一些 这个思路啊 听了不听了吗 它10 days before you travel 什么什么什么 invent 就是他说 你在旅行前的这个十天 对 他具体解释 什么叫提前 但这种往往会忽略掉 我说这条题啊 换一个出现方法 他 把答案不是放在 Mr. Evans后面 他先出现 10 days before you travel 后面就直接出现 entry 你这条题是不是就错了 能摘对的也摘不对了吧 我说的对不对 大部分同学错的更多 连位置你都摘不准 所以说 你在做一个简单题的时候 也需要把它总结成这个部分 精刷五套题吧 我的课听两遍 精刷五套题 基本上方法论 我觉得是差不多了 好吗 有很多同学是课没听好 直接去刷题 一定不会进步 哪怕你不做题 一定要把课听好 做到 看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大概能想起原文说了什么 怎么讲的 听到这个程度 好不好 我看看这是什么 关机去修复 好 这是五六 我们再看下面 再看下面这第七题 第七题 第七题 你们先写的答案吧 我看看你们第七题 写的怎么样 然后第七题 审题 你们抠答案的时候 我说一下 先看到第七题 前面有一个 他说eas during the event 对吧 这一组 他说上面这一个没有空 但是smoking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东西 所以画下来可以做个定位 front stage都有 stage略多吧 60% 40% 来看啊 那band要画 乐队 ears要画 什么door要画 back要画 就画这些信息啊 后面你看这两组 对下一题 第八题来讲的话 它是没有什么空的 但是有 没时间可以不画 有时间可以画个定位 比如看这个 它是system that controls the volume 音量是这出现的 所以画个定位 它是from microphones 别想了前后都没有出现话筒 把这个microphones画在这儿 就OK了 其他不用看定位 然后就到after the event OK 我这么去审题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啊 during the event during the event 就是第一个黑体字 Well as you'll be aware of course the building is no smoking 定位 no smoking throughout of course Now are you having a band 好 听到band对吧 然后但是它跟作题没关系 所以就不听了 yes Well they'll have a lot of equipment 中间就是equipment 跟门是没关系的 所以不听不反应 so rather than so 结论性质的词啊 但rather than using the front door 很明显front door 很明显 但是它前面有一个这样的结构 记在通用原则里面 就是通用原则里面 你开开出一块区域里面 记一些听力里的一些特殊结构 就听力原文中的一些特殊结构 就是通用原则里面 然后你挖出一块地儿来 你写这个 第一个就是rather than rather than后面的不是答案 不要否定 无论你是天空题 还是选择题 所以说他说 I would rather die than marry with you 就我宁可死也不嫁给你 好吗 所以rather than后面的不选 所以rather than后面 听到front door 然后你不想 肯定要选 他后面还有一个门 那我们再听 而且在这个里面 还没有出现back 对没有出现后面 they should park their van round the back and use the stage door there 对back后面跟着的进 跟着最近的是stage 就是舞台的那个门 好吗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 还有那么多同学错 section one 对吧 stage door 就是rather than后面不选 然后你刚好stage door 跟着back 你肯定选它 第七题我觉得是好做啊 那下面 我们再来 能再听下可以啊 满足 in throughout of course now are you having a band yes well they'll have a lot of equipment so rather than using the front door they should park their van round the back and use the stage door there you can open that from inside 可以吧 这要题就这么结束 它其实是很easy的 那往下来 我们听你有多少废话 比如说volume microphones 就我就等着这两次 然后下面想着那个 after the event 我在考试的时候 这个时期 然后我就会干什么呢 我会把那个后面八九十 再看一遍 呃 第八题 需要知道 嗯 我觉得都 虚虚的可以不用画 只有一个是cleaning cupboard 呃 所以说把这个画起来 第九题 washed 写画起来 and是圈 哎 我问一下啊 就后面这个rubbish 有没有人第十题写成rubbish 第十题写成rubbish的请举手 第十题写成rubbish的请举手 一定要诚实 知道吗 没有 一个没有 也有 你看 我跟你讲 为什么 就是因为粗心 粗心 还不少呢 不少呢 差一点 对 就是你在审题的时候 你不要说 哦 whash的就ok 后面的我不看了 不 不 我都要看全 并列结构a and b 我画起来 什么东西被洗 还有一个rubbish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把这个rubbish画起来 就是有的时候 它是这样 它甚至先说后面的 再说前面的 有些人就真的是不省题 这气死我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面兽般的时候 我是很火爆脾气的 不要说温柔 然后他把 类似于这种rubbish 比如先说的rubbish 都想 那rubbish 这样放在这儿 也不管对不对 放在这儿 而且带入我场景 还很合适 你完全是不省题 明白吗 所以你要有这个意识 说完一件事 而且你看 这里是and 按到两种功效 记住这个第九题 到我们最后写填空题的时候 就有一个题是那种 很多从来都会错 但错的原因就是 因为跟这个题的结构很像 但它又是反着的 所以你看这个题 它后面是什么和什么 如果当你不开rubbish 就会产生 刚才我们错误的同学 它也会有一些 递进的连接词吧 原文中说and 或者then类似这种 然后你就觉得 到底是题了 然后你就以为rubbish是它 而且rubbish被拿下来 觉得好像也ok 解释得通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一定要把它 化成我这个样子的分析题 所以避免失误 其实你能用技巧提个一分 你能把你不该失误的题做好了 我觉得提个1.5分 短期是真的没问题 就你略微再好一好 基金看得好一点的话 你就提个两分了 明白吗 很多考试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不会 就是因为你有一些失误 多了不敢说 我觉得每套题里面 三四个是有的 0.5分就出来了 明白吧 然后第十题 来 第十题 然后它说all要画 你别看all要画 全部的 这个不一样 少数多数 全部的 这有意思的 这个那画下来 这是神题 那我们往下听 我就从这些废话开始听 就是说从那个什么 stage door开始那块 questions 7 to 10 well they'll have a lot of equipment so rather than using the front door they should park their van round the back and use the stage door there you can open that from inside 下面我就讲 有没有volume 有没有microphones 没有的话 我就等着after the event就好了 脑子不用太听 but don't forget to lock it at the end ok and talking of bands I'm sure I don't need to tell you this but you must make sure that no one fiddles about with the black box by the fire door that's a system that cuts in when the volume reaches a certain 听到中音是volume对吧 我在扫了一眼 大家给我刷了好多瓶 也不知道为啥 然后就是 我没想 我刚才说了啥 没想到 然后完了听到volume ok过来 level it's a legal requirement sure anyway we want people to be able to talk to one another so we don't want anything too loud oh that reminds me we'll be having speeches are there any microphones available 你就范范听到microphones 就要到这个地方了 我知道大家在练习三心二意的能力非常好 然后就是范范的听着 然后也能找到microphones 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往下来 第八题啊 写答案的也不要写出来 就是因为第八题肯定错的特别多 所以说我们给没听出来的同学 在一个机会 我教你们怎么听 每个人都可以写出来 而且那个单词 就算你不认识 我也可以让你们写出来 来啊 讲一个发音规则 现在不要练了 开始focus在题上 不要练了 focus在题上 来我们听第八题 yup just let the caretaker know he'll get those for you right now when the event is over event is over over是after对吧 出现了什么good condition 肯定不是因为要写两个单词 也没有出现cleaning cover 但是可以翻翻脑子记一下吧 对吧 但知道这是一个名词的重音 so there's a locked cupboard 听到那个so了吗 结论性之词 对吧 so后面是 他说locked cupboard 可能有同学不知道什么是locked 所以我也先不讲 但至少您能听到cupboard 对吧 知道它了 所以听有没有特别重音的单词啊 and you'll be informed of the code you need to open that 认识不认识的同学 现在都在找 刚才cupboard后面出现了一个 非常中音的单词 非常明显 你可能不认识 无所谓 你就按照你大概的想法去拼写 可能 首先你想code 你觉得是c开头 还是o开头 因为当你听到code 你可能会想到是冷 那个词cold 对吧 对 所以是c 对 那无外乎就是到底是cod 还是code的问题 code是o嘛 对吧 大体可能会想到这种 对 老师讲一个少儿学习的自然拼读法 这八分三秒 我先写八分零三 放在这 然后那么你们拿出本再记到发音规则里面 就第一节课会记一点这种发音的规则 最里面还有一些还有一些要讲的 第二次课的时间应该是基本上六四课里面时间最长的 所以一般第二次课都会放在周末 周末你们白天别玩的特别累啊 上课效果不好 不然我会卖掉你们的 嗯 说到做到 那么这个时候记一个发音规则就是 嗯 有几个单词啊 就a e i ou 就五个原因 就放在句子里面的时候 小朋友们你们看过来啊 比如说我们会有code 然后我们还会遇到看cod 那么到底哪个是code呢 那是这样来啊 就是你就这么记 当你记这组之前 我再给你组别的 我把这个先挪出去 对 太讨厌了 这样把它拉大 这样看着会爽一些 嗯 放在这啊 比如说你看这 这 因为这两个字你们不认识吗 我用你认识的词给你去说 比如说 made mad 这个总认识吧 对吧 这两个词 made会读 made会读 我问你啊 到底是哪个单词发的是a原来的音 是带着e的 还是不带着e的 是带着e的吧 你看made 你认识 made a就已经音变了 发成a那个音啊 对 带着e的 所以说同样 那我问你到底是code是code 还是cod是code 谁发o原来的音 因为code是o原来的音 我们也得找带着e的吧 所以这个时候带着e的 然后示范原来的音 我不给你去讲那些什么中毒 避音节 我觉得那些复杂 你就直接记词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 so easy 那我再举一组词啊 比如说 看这个 对 这么写着不好 我在哪里写呢 这样 往上写 比如说 这两个词 site sit 这个不复杂理解吧 比如说你看 site 当你不知道 就加e的时候 这个时候 爱是发的本来的音 好吗 它符合于什么规律啊 就是说 因为我不想给你们讲什么 避音间 中音间 这些东西 你就记住 符合用在特别 就是短小的这种词 里面就可以了 符合短小的词 就是三四个字母 两三个字母 这样的词 可以吗 有些多音节 比如像beautiful这种 就不行 它就比较复杂了 但基本这种短小的词 就是像这种COD COD的时候 你可以按照这个来判断 完全没问题啊 记好这个翻译的规则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拼写就救了你一命 这一个空 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空 有的时候可能就上下 0.5分了 明白吧 就那种是特别可惜的 你觉得我明明这次搞到了 对象还没搞到 其实你要去看卷子 可能你就只差了一个题 所以说你哭不哭 肯定要哭 对吧 到时候就不要说 我要找妈妈 是吧 这种话就不好了 找谁也没用了 那个时候 来啊 第八题是COD 来 8分 8分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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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在这 好 然后我们再听第九题 一起来听 是 So there's a locked cupboard and you'll be informed of the code you need to open that 好 对 然后如果从上大一点的同学啊 他说locked cupboard 那个locked 指的是那个锁着的这个词 对吧 如果比如说 你如果假设你能听到这个locked 他说橱柜被锁起来 所以你说你知道什么 如果锁的话 肯定要知道 你要不然有钥匙 要不然有卡 知道的就是密码 通过背景知识也知道 就是code code是密码 好吗 那个COD code code是雪鱼的意思啊 就如果说这个题 你要落写的一个E 考官肯定不给你算对 虽然他知道说知道雪鱼 来开 没办法 那就是另外一个词 他是肯定不给你算对的 明白吗 在外国人眼里 这个就是雪鱼 来 9 It's got all the cleaning equipment brushes and detergent and so on Right 第一大换一题 So what do we need to do after everyone's gone 问了一个开放性质的问题 就感觉这个时候 要听答案里面说什么 Sweep the floors I suppose 你听这里 他说 Sweep the floor Sweep可认识可不认识 但是floor的话 然后就是 是肯定听到是地板 你这时候不用往后听 这件事情结论就是 地要被洗 好吗 floor Sweep the floors 他有一个S 但你不加 不加S不左位 就floor是这种不可守名词 他用作可守名词 说你不加S也是不算错的 你说the floor 或者the floors 都是可以的 好吗 他说他 他不是扫 他是被洗 又是符合咱们那个原则吧 刚才前面AEIO又译发原因 对 是这样 短小词必下 对 是这样 好 晚上来 对了 老师多少还得讲点英文知识的 也不是完全技巧课 但是就是主干是咱们的这个技巧 来 后面我们听 well actually they have to be washed you washed 第九题 有没有错了的同学 我觉得有错的 就辣掉第九题 同学请举一 或者错掉的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做题 没有那个意识 比如说 我看谁错了 做题意思 有一些我觉得 不应该错的同学 还错了呢 不点名了 就是因为大题扫下去 我就 我大概观察一下 你们做题怎么样 就今天这节课 还不是特别能分清 你再给老师两次课机会 我就大概知道 你们的情况了 就是说 比如他说 sweep the floors 然后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其实那是一个 他虽然句子不是一文一文句 但是那个核心意思 是不是就一文一文句 我们要扫地吗 对吧 他直接sweep the floors 你不是说 没有意识到这答案的时候 后面当你听到wash的时候 你就狭眼了 因为答案已经过去了 所以说你知道 为什么要讲那个技巧点吗 section three里面 不是 对section three里面 会有这样的情况在 会有这样的情况在 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意识 答案出现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所以你要有这个意识 好 再往下听 not just sweat then you'll be then 你看特 我给大家 他故意的 他这说then 就是知道你们有些人 会忽料的 rubbish 听到then 你就会 正常人都会觉得 先想试 明白吗 有些同学就 果然掉到陷阱里面去了 ified it with black plastic bags so all the rubbish must be 又又说 so all the rubbish 还是跟着 so 所以你放在这 all the rubbish must tick down 又觉得很合适 所以是这么错了 这是神题的事 所以我们再来看诗 collected up and left outside the door of course we'll make sure everything's left tidy oh and i forgot to ask i presume we can have decorations in the room 你看第十题 他说的是decorations decorations 就是装饰品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基本上 第十题应该答案就是decorations 他们讨论的事情就是说 所有的decorations 在结束之后 应该会被拿下来 你要有这个意识在 maybe 不加s可以的 就不可守名词 比如说像floor 第九题 decoration这种词 因为all 虽然有all all the water 那waters 没有加s 明白吗 可以的 所以说就不可守名词 你只要写进去就对了 加不加s无所谓 好吗 但是 我要求你在做作业的时候 可不可以 第九题答案 对 是floor子 原文中有一个s 它指的是好多块地 好多块地板 当然你那个floor不加s 是可以的 因为它都是不可守名词 但是做作业的时候 如果答案里有s 请你回去给我听出来 因为毕竟有一些东西 是不写不行的 你还是需要练的 明白吗 做作业的时候 要求特别高 第九题 为何我们回去再听一下 我们先听试 听试看怎么说了 yes but you must take them down take them down after 所以第十题也出现了 所以就是这是 九识错都是做题意识的问题 它都是我符合 刚才讲过的那种 看第四题试 第九题试 第十题试 就一般英文句里面出现了答案 我还真不是刻意挑的它 就是随便那么一拽 看起来感觉比较符合 这个考试 然后觉得好像有那么几个空 比如八什么的 可能有一些错误 然后就挑出来做 是这种做题意识的问题 第九题 因为刚才有同学没有听到 所以我倒过去再听一下 就第一班 Tiger说第九题的一般英文句 没感受处理 对 就是 它不是那个固定 就是特定的一般英文句的 那个句式 但它的意思就是 它说到内容 就是扫地吗 对吧 就有时候我们也会这么说 就不是说完整句 正常人有的时候 就也会这么去表达 好吗 这第九题 这篇题 还有哪个题 有疑问吗 就咱们见识一这个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我会总结一下 这些课讲过的内容 然后我会留作业 然后写作业的要求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没问题 是吧 没问题 OK 那我总结一下 我这些课讲了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 对 现在先focus 很重要 我跟你讲啊 什么叫听课 听得明白 听课课都是 就是你 首先你比如看到 有谁研究过我的课表 知道我的课程体系 是什么样的 很少吧 你拿到一科 科目 你学家老师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老师讲的什么 你不能说这些课东西 讲东西 听懂了就算完 就是 你看我是这么分的 我其实是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是连续讲课关题 我第一次课讲 第五 五次课讲 是section 4 因为现在一四 都是主关题 然后我会 其实按理说是 一五这节课 是一个逻辑 但是为什么 我会把第五节课 就是跟第一节课分开 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去报 一个老师的课程 我看到他 我就会去 那现在听过公益课 我知道提醒怎么出 那老师为什么 这么安排课表 我是那种问题 特别多的学生 最好你们别当我老师 然后我就因为问 我为什么这么安排 其实也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 因为三次节课比较难 我喜欢把难的先讲 因为听到后面 你们容易没劲 对 我怕你们后面 听不下去了 所以五六节课是简单题 所以说五分以下的同学 当你听到第三节课的时候 你会特别打推堂鼓 你听下去 我不需要你去做它 因为最后 你要把所有的方法论听完 最后有你蒙的那个点 你就先顺着听 因为最后 比如五分以下的同学 你着重练的并不是section 3 但是我作为老师 我必须得讲 必须要讲那种特别难的题 明白吗 我会要讲到那些题的 然后最后一节课 讲一些小众题性 是因为就考试 不一定会预得到的 好吗 我会这么去安排 然后但你复习的时候 说实在的 就是以后你拿到我的 你每个人 至少把我的路波听一遍 无论你是什么时候考试 咱们班没有12号考试的 我没收 就是都是 就要不然就早早的报课 要不然的话就临时报课 我说不太行 除非你自己愿意 实在拼一把 我会告你风险性 所以也就是说 从19号考试的同学 你都可以听完我的这个直播 可能会甩两次课 但是前面重要的这些课程 你一定要把它再听一遍 不做题也要听一遍 课一定要听好 那我现在来做课堂总结很重要 每节课都会说 我为什么讲它 什么什么样子 然后帮你梳理一下 你要知道我课程的架构 知道这些架构里 我讲了什么东西 那今天呢 虽然题目是讲 简单 section1我也要介绍 不要小瞧它 考试的时候 可能我 不是可能 我有同学section4 十个全对 section1给我错四个 你说是不是让我踹出去 只能让我踹出去 就这种没有办法 所以说就是 真的不能忽略section1 那么我里面讲的一些 通用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最主要的内容 一 第一篇题里 这一跟二 我讲了同一字替换的种类 这个和连接词的种类 这个是涵盖于所有题 也就是说 你在做所有题的时候 做作业总结 第二遍的时候 要不但把同一替换 总结出来 同一词 连接词总结出来 你要想 这是我上课讲过的 哪一个 比如同一字替换第几种 连接词的第一种 明白吧 你要不断的做规定 因为我们要做的 我在说 不是说英语 我给你讲多少词 甚至很多单词 不需要知道怎么做题 不需要知道怎么做题 我都不让你背单词 为什么 你词汇上弱 我比如说给你一个月 我给你两个月 我给你三个月 你拿一本词汇书背 我就问你们 你觉得背完的单词 在听力这本考试过程之中 你听到它能反应出来吗 不太容易吧 然后你还得背迹经 所以说 我不会让你去背词汇书的 不认识就不认识 我们一定要想的方法是 我不认识它怎么去做题 对 短期背单词真的没效果 没有意义的 我知道你缺 谁都有缺 我也缺单词 我有不会的单词呢 对吧 所以说呢 你要做的是不断的归纳总结 那如何归纳总结 就是你一定要在 平时的作业里面 你不要应付我 应付我是应付的你自己啊 特别像高中老师说出来的话 在教育学生说的这个话 就是你一定要 把这个作业的速度放慢 按照我一会儿说的要求 细细的去做 好呢 然后就是要做总结 简单题也不要忽略它 因为简单题你不会总结 难题你就总结不出来了 简单题你会做 我知道 但是我练习你总结的能力 归纳总结的能力 你才能转嫁到难题 不然的话 你这个办法没有复制 你就没有办法提分 有的每期班里都有这样的同学 考出来有 有考出来的 也有考不出来的 但是考不出来的同学 你知道我都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的课有没有听好 当我问他几个问题 检查他的时候 发现他的课就没有听好 他说那老师我知道我哪错了 我回去好好听课 明白吧 就心急 他做了很多题 他说我怎么还没有进步 所以我现在第一节目强调的是说 你要做哪些内容 基金怎么看 我的课怎么听 这不很重要 千万莫要着急 一套套的盲目刷题 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好吗 然后我们再看啊 就是说我讲的是这个 这个很重要 连接词同一次地方 回归各种题 那第二个题呢 然后我讲的是这个 就是属于section1和section3的同用原则 就是一般英文区里面经常出现的是答案 但section1 90%加 section3是70%加 你知道一下这个区别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后面呢 我讲了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题目就是说 讲的是这个语音片段 它涵盖于我们section1和section4的做法 因为是19年 它有一点像17年初和16年的题型 所以说section3你可能会遇到填空 section1也有可能会遇到客观体 是这种会遇到 但是这个几率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我觉得5%左右吧 对多也不会多过 就是10% 就是这种变异的题型 所以三部分可能会出现到 但总之填空题的做题的一个核心 然后这个题里面呢 我主要是练习了一篇section1 整体作语片段的感觉 然后呢 里面我会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做题的通用原则 就是结论性质的词 后面是答案 还有就是发表观点性质的词 后面是答案 会出现这种 好不好 你大体就是这节课的最核心 当然后面有些小点 比如翻译原则 这些都是说我补进去的 就你顺带脚知道一下的 可知道可不知道吧 就是如果实在不知道 就无所谓了 但是我说的这些点是课程的核心 一定要学明白 好吗 然后那么作业我留一下啊 PPT上的其他的所有 比如说有一些题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篇题 我八九十做了 那剩下的就是作业 好吗 然后像这个题 我讲了一二 剩下的就是作业 PPT上剩下的这些都是作业 12题 12题是我有一个专门的录屏讲解发给你 这是一整篇 然后剩下的这些都是作业 都是作业 剩下的因为不难 就是扫一扫 里面下节课开始的时候 我会说一些答案的 就你们的问题 不是说你做不出来 三十万你的问题是 因为三十万听太多的作业录屏讲解 没有什么意义 是因为我觉得 你可以通过我的三变作业法 把它总结出来 就是基本上没问题 你听那么多录屏讲解 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所以说我就没有三十万给你太多录屏啊 你就自己总结就可以了 因为怕有了讲解之后 反而你会更依赖我的讲解 就不去自己思考了 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些书写的东西 是你们不确定的 我会在第二节课开始的时候 我一会下课了 来抱着 来 你叫哥哥姐姐好 好 好吗 抱着 来 来 然后 来好在这 没事我就快下课了 这样 然后呢就是 抱对 然后呢就是 好可爱是吧 对然后 对然后你这个 我会讲一些书写 那么作业的三遍是怎么样 三遍第一遍是你按照正常考试要求 审题的时候 最好是在三十秒钟之内 把section one审完 地下室 练习你速度 二三四没有这么 没有逼迫你 在section one要求快 因为都是填空体门 没啥好看的 而且做题之间还可以再看题 做完之后 切记 一定不要看答案 一定不要看答案 忍住 把那个特别欠的那个手 给我管住 不要 不要 那你走吧 那你不说 不say goodbye 拜拜 好 然后不知道怎么了 然后呢 第二遍的时候是这样 就像我讲课的时候 你一个一个听 逐个听 比如我来听第一题 反复的听 你第一个目的肯定是听答案是谁 就像我推论答案是谁 第二个目的是 题杆中 作为填空体来讲 填空体 题杆中有的词 原文中一定会有 只不过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对吧 同一次替换或者顺序出现 你把语片的同一次替换 有的都摘下来 比如说连接词 你可以有一种颜色的笔 同一次替换用一种颜色的笔 明白吗 你这种总结下来 哪怕你写对的也总结 就是我练习的是 你归纳总结的能力 我是为了后面做难题打基础 然后第二遍结束之后 每一个题都做完之后 你可以对答案 发现你是 是不是自己都能写出来 或者写不出来 可能有一些还是写不出来 因为词汇各种原因这种都是会有的 然后第三遍的时候干什么 你去核对 你核对什么 就是核对听力原文 看看你总结的同一次替换 跟听力原文中的同一次替换一不一样 你对照 一边听一边对照 错了的 可以再听一下 就是这个过程是快的 是这样 所以这几篇文章不算少 但是我怎么去想 你们的这个学习时间呢 老师这样心机设计的啊 就是今天这不是周三吗 周四晚上你有时间 周五晚上你有时间 对吧 只有几篇题 你可以一天做个一篇 或者两篇 我觉得不会占有30万 不会占有你特别多的时间 一篇两篇 咱们三篇 然后是四篇五篇 六篇 六篇 然后还加一个录屏 那比如说你可以 周四周五一天做一篇 我一天做两篇 然后还剩下三篇 你可以周六的白天的时候去做 对吧 所以说老师就这样霸占一下你们的时间 好不好 然后这样呢 就是咱们这节课的作业 然后但是还有一点 就是说回听一下我的课程 回听我的课程不着急 就是我今天我看跟直播的人很多 然后你可以在周六的时候 白天统一的时候 把我的课程再回听一遍 就周六的时候再回听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是你把笔记总结下来 然后整理成word 然后呢 你可以 你不一定说你这一节课就给我打卡看 你可以每次给我打卡看 往你去跟 你可以比如说你听完两次课 一块总结的一块给我看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一定要check一下你的笔记 是不是记得点是对的 因为真的有同学记出来的是错的 虽然这种几率非常小 对 所以你看不代表我说汉语 你就能听明白我说的汉语的意思 好吗 这个是一对一打卡啊 一二次课直接间隔几天的原因了 对 好 所以说 马上19号考试的同学 或者26号考试 一点都没有浪费你们的时间 而再说啊 19号26号考试的同学 在这个期间过程之中 如果我的作业做完了 你时间特别多的话 你还可以干什么 你见次到见九的全部的sackson1 就是不带有客观题的 就填空题的那种 你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了 你就自己先提前按照我同样的要求 然后只不过就作业 你不用打卡到群里了 然后你有问题 你私心问我就是了 好吗 我一定会回复你的 嗯 是不是作业的 我都会回复你 有问题问我就好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让你先保的是sackson1 而且对于19号考试的同学 26号考试的同学 你可以略微的做那么 不要多 做那么四天 见识一到见识三里的sackson1 挑个你不是很熟的 所以我希望 就是后面我讲完课程 这个节奏 就是说你sackson1就不用单独看了 直接套体里搞定就可以了 明白吗 所以说我说是没问题的 嗯 好啊 那我 我就关录播了 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 然后呢 我今天就先下了 然后他要到了要睡觉的时间了 所以说我去看一下那只可恶的鸡栽饼 对 好吗 然后我晚一点吧 我等把它撂到 然后我会把那个鸡精啊 那些东西都传进去 好吧 然后就是 我肯定今天晚上上传 把所有的东西都传好 嗯 会有好多资料进去的 好吗 嗯 那就这样了 我周六见 别忘了啊 周六见 好吗 周六见 嗯 周六晚上六点开课 别忘了课有 有同学真的是 忽然上完一节课发现 我说原来还有课 嗯 记好了 我会每次提醒一下的 嗯 咱们同学想起来 就是比如上课那一天的时候 在群里热闹一下 说今天没有课 互相提醒一下啊 有时候发群公告 未必你们会看的 嗯 好 那我就关直播了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作业录音在哪里啊 啊 呃 作业我会发一个word文件 发到群里去 就有一个专门是 每次听那课课后作业 就是第一次课后作业里面有什么 会翻进去的 你就直接看那个表可以了 然后录播回饭会 第二天你放在群里去 专门有个录播管理员 我肯定要在明天中午以后了 咋 多录了一个小时呢 好吗 嗯 好啊 那先这样吧 拜拜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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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